休息区 自习区等等 然后我自己还去偷偷的参加了一些 这个互联网上面的云自习的这种小社区 我觉得那个氛围和感受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自己懈怠的时候 看见大家这种满屏的都是 每个人都在努力 这个图景本身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还有呢最后一点再提醒大家 一定一定要睡好觉 对吧 我们不要选择这种挑灯夜读 然后或者说是通宵作业对吧 觉得可以节省自己的时间 但其实的话这会起到反作用 至少我不是一个这种 打持久战耗时间的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他对人的这个认知能力 可能是一种效率的下降 同时呢大家中午的时候吃完饭以后啊 可能有一个20分钟左右的午睡时间 这个对于下午以及晚上的效率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证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祝大家好运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卡祈福 我是钱静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钱静 一名入职11年的大学教师 大家好 我是七七 一名入职半年多一点的企业员工 今天特别高兴了 这是我们第二次 是吧 然后这次其实 我更多是一个 入职半年的职场人的身份 想要和钱老师再多做一些交流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视角 当然还有一些新的迷茫 然后想要在乔老师这里 请您打一解货 把我架起来了 这是很危险的 就一定要落下去 互相交流 互相交流 上次也聊嘛 在北京买房 或者你在大城市区 都很远 对 也很难 然后我会觉得 可能我要背负一些特别沉重的贷款 然后非常沉重的一些压力 去支撑自己破碎的梦想 这件事本身也会让我觉得 目标是一件没有特别大意义感的事情 我一开始上班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 我第一个月上班的工资三千多块钱 你想我上了那么多年去 在2012年的时候 拿到三千块钱工资的时候 还是很难过的 大家还是会拿薪资 去作为衡量自己一个价值的 最重要的尺度 而且它确实少到 可能连生存都挺难的 因为也不是2002年 是2012年 就是十几年以前 11年以前 不是入职11年的大学教师 我们在路边说 这个房子可小了 然后一千多万 我们想一千多万 我们俩得赚多少年 是吧 也不敢想 然后同时 它还不是个什么体面的大房子 就是那种感觉 很幻灭 就越来越多的一些新闻 说什么逃离北上广 之类的 然后可能小时候 我一直坚信 我爸妈也告诉我 好男儿志在四方 我一定要冲出去 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然后后来才发现 看过外面的世界以后 才知道 小的世界有多么的精妙 我为什么对于小城市 没有什么向往呢 就是我在一个内陆城市长大 北方内陆城市 我从小到大 听到大人们 最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办任何事情 都是找个人吧 所以我对他们没有向往 就是我的想象是 以我现在的水平 可能在大城市 我狗着 或者我就这么着 很多东西是可以靠 直接去办 是可以办的 但是你说 我又没有在那上学 也没有非常深厚的根基 同学也是N年 都不怎么联系了 那你要把我 扔在任何一个小城市 尤其是这种北方 内陆的 相对封闭的城市里边 去生活的话 当你需要找个人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找谁 可能留在大城市 我也会觉得大城市 它的机会更公平 像可能没有那么公平 但是也是相对于 像我家 就是比较普通的工人阶级 爸妈就是普通工人 所以也在当地 没有什么社会资源 对 这很难 在外地 在大城市 也需要依托自己 在家也需要依托自己 然后就会有一种 那我要到一个 相对更加公平 更能施展自己的舞台 对 相对的这个 还是能有非常显著的差别的 我倒是挺想逃离的 就是不知道去哪 对 就是到一个和北京一样 这样比较包容 比较好的地儿 没问题 但是我逃到哪呢 就是房价也低 对吧 然后逃到哪 我这个没谱 是的 同时经常直播间 有人来问 说老师我想 我去不了985 我去不了211 我找教职的时候 我想去一个地方上的高校 我不想卷了 然后我想躺平 以我的了解 没有那么容易 各种各样的规则 更隐蔽 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 非常难的赛道 就是我现在会觉得 我没有以前那样 定立了一个目标以后 全力为之奋斗的那股冲劲 因为我会觉得 我定的目标 好像我也冲不到 我觉得就是调整 近期的目标吧 因为每个人的职场 是特别不一样的 就好像你在中学的时候 是一个建一样的直线 你往那儿 大家都是直向那儿的 但是你上了班以后 忽然间就从一个直线 变成了一个旷野 就是旷野上 有非常多的点 然后你也不知道定在哪 同时也不知道 社会上对你这种定立的 是怎么看的 对 这样就会造成非常的迷茫 同时呢 就我的观察来看呢 很多时候 另一层迷茫 是来自于 好多大城市的人 他的生活水平 和他的奋斗成绩之间 也没正比 我倒是觉得 就是接受了这一切 也不用逃避 这是一个事实 就像我经常看到 后面做一样工作的人 他没我们努力 他甚至没做出业绩 也不是说努力 一定要有业绩 但是他没那么努力 也没那么业绩 甚至是工作还不如你好 可是他过得比你好太多了 这其实就是 原来人家也是这样 只是没让我们看见 对 现在我们有更多的露出 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对 看见了这些现象 我最早的时候 这种震撼是 我会留学的时候 就是见识到了人和人之间 家里资源的差异 所造成的生活现状的 完全的不同的 那种巨大的差异感 就是一个小孩 第一次见到那个 还是很震撼的 同时有过一个阶段的愤怒 就是觉得 我这么折腾有什么用 对吧 就是可能这辈子 永远也不会达到 人家那个轻而易举 就能得到的东西 愤怒离这儿吧 然后现在之后 就慢慢接受了 接受了以后 我觉得我可以有 属于我的目标 就是这个目标 脱离开买车买房 就是把自己这点事 干明白 并且干到这个事 自己的方向上 比如说你上班 你有你自己的职场攀爬 我们上班 有我们各种的职称攀爬 就弄这点事 也是只要我把眼光 我的目标 离自己近一点 更切实可行一些 更实际可感 它会更加有落地心和知情 就是不要把这些目标 和生活状态连接起来 我觉得就是反幻灭的一个 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把你可控的事情做好 而且就以我在市面上看到的这种情况 所有的人都会尊重努力的人 是的 你要想碰到贵人 你要想说达成某种程度上的这种超越 首先第一点就是你要热爱你的热爱 就是那咱们这种靠劳力吃饭的人 想要获得别人的尊重 那不就是好好的去做劳力吗 其实你刚刚说的就是 努力的人才能遇到更多的贵人 对 我突然想到可能 我之前一直觉得我周围遇到的人都 对我非常多的善意 包括我的老师们都非常愿意帮我 可能也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 因为本身我在自己更喜欢的领域 去认真去做的时候 老师也愿意提供这样的资源 然后当你形成这样一个正的循环 然后我可能也有更多的机会去选择 更加优秀的学校 或者更契合自己的心态 或者性格爱好的组 或者工作职业等等 一旦把自己放在别人的鞋子里边 你就会忽然知道别人喜欢什么样的你 你像你看你比较善良 那一般人以人为敬 就是他都不好意思欺负你 或者是怎么样 他就比较善待你 第二个是你比较努力 那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 比如像我这样的人 我也是靠努力起来的 那我就会非常觉得你是一个人才 会稀才 总而言之 我觉得就是这种资源比较局限的 就像咱们一种爸爸妈妈 不会在你的行业里边 给你一手遮天的这种人 一定不要放弃自己攀爬的最大的武器 就是善良和努力 那我想问一下 您在上学期间 一般老师对您的评价是天赋型的学生 多一点还是努力型的学生 多一点呢 我自评包括别人觉得的 我觉得别人觉得的 肯定都是觉得我挺努力的 挺认真的 我和您一样 但我其实特别希望老师说的是 你看我其实是一个又聪明又努力的学生 慢慢就好了 我跟你说数学也是 我是一个 我也是理科生 数学也还可以 我是真的真的数学也靠努力的人 就是我数学会做很多遍 然后会记住各种各样老师的演算等等等等 而且数学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讲没那么难学 因为它比较公正是可以靠记忆 靠反复的练习去达成的这么一个学科 所以最搞笑的就是数学也是靠努力的 一般来想觉得数学靠天分对吧 就数学都要靠努力 确实是一个努力型选手 我刚才为什么跟你说慢慢就好了呢 我现在坐在这儿说 我一点都不聪明 你们可能都会觉得我在傲娇 我不信心一点点 就是你就干就是了 包括跟很多这个视频前面的这些努力的同学 你只要一直努力能够坚忍住 干到一定份上 别人都不信你是不聪明的 终有一天别人会说你聪明你有悟性 就是很明显 最近几年 我的好多朋友都说 静静你好聪明啊 就我有一个中系的教授朋友 他每次他妈还会学他去调侃我 他每次接我都说 就那种卡士兰大眼睛 然后特别的崇拜的目光 静静你好聪明啊 我现在都想他那个脸 就是我自己知道 虽然我听了很开心 就像你说的什么时候说有天分聪明了 但是真的是 就是努力的人一直在努力 终有一天有人会说你好聪明 我明白 换句话说 如果你能努力的人一直去努力 从不有一分钟丢弃自己唯一的核心优势 你也是个聪明人 是的 我倒是觉得 努力也是一个人的天赋 不是每个人都能努力的 我特别就是坚信你这一点 包括我有时候也会跟朋友们交流 也是这一点 努力也是一个能力 他不是说 小孩你去努力 小孩就去努力了 这个线条没有那么简单 对 这个里边包含着很多的能力 比如说我不想努力的时候 我也会去努力 就是能忍了 或者说叫坚韧 是吧 我觉得就是比较能忍 以我看到这么多的周边的人的感受 以大数据来说 这也算是犯科学了 名科 你努力这么五年以上 是会有实际的效果的 就觉得现在很多人更想要那种即时性的反馈 就包括好多人可能会不太写的 或者说有点看不上文科 我们两个算是泛文科是吧 是的 然后会觉得因为他没有对社会即时性的成效 文科的这个学科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的过程 他对人的塑造是不会再及时体现出来的 包括你的审美能力 你对情感的感知能力 你遇到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辨能力 就是还有一些社会责任感 等等的 我会突然觉得 好像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这样的一些能力 随着我和其他人的一些交流的时候 好像逐渐 就是萌发出来了 或者比他们更加突出一些 然后会觉得 我确实不能把眼睛 一直放在特别靠前的这样的一个成效上 特别想立刻做什么事就想要成效 包括现在为什么好多人喜欢看一些短视频 就是因为短视频可以特别 及时嘛 对 而且你不仅能够及时性的给你反馈一个快乐 还有就是你可以指点江山 对吗 我点他赞 我评价他 或者我怎么着 包括很多人沉迷于购物也是一样的 就什么成功都没有购买成功这个来的容易 就是马上下单成功 购买成功 发货成功 这个都是一种反馈 然后请老师 我感觉 工作以后 好像衡量你的这个维度 又变得和中学一样单一化了 就是像在中学的时候成绩就是衡量你的唯一尺度 然后工作的时候就是你的业绩 你的工作完成的情况 我就特别怀念在大学的时候那种 就是每个人的优秀都可以是千姿百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有时候中学的时候是学校衡量你是学习成绩 你在外在的时候生活的那个维度很少 所以你觉得中学的时候就是衡量学习成绩 但现在其实是工作单位衡量你工作业绩 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 而你作为一个人类本身 你衡量自己的时候是有非常多维度的 你的友谊你的爱情 然后你的生活 你其他各种各样的维度 你的有趣性 你会的爱好 等等等等 都是你作为一个人类被衡量的角度 只是放在工作里的时候 他当然很单一 所以这个问题幻化成 其实就是一个人工作在你生命中的角色是什么 你把它看成什么样的角度 什么样的比例 什么样的比重 同时在什么样的时期内 你的友谊 你的朋友 他也不看你的工作业绩 对吧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类 是因为工作占我们的时间有点长 所以你觉得好像这个人生都被工作框住了 但是如果你能够有一个开放的心 把工作当成人生的一个部分 就可能没有那么跟他有一种对抗性 现在的人为什么很愤恨 或者是我看很多小朋友们 他觉得活得很苦 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对抗 就是他觉得工作切割和分享了他的快乐 甚至是霸占了他的快乐 让他快乐没有了 就是是因为这样 所以说跟工作的关系是一种紧急对的关系 我觉得可以跟工作交朋友 我之前其实一直想说把我的工作和生活搞得精畏分明 就是完全区隔开 现代人很难 对我发现很难 然后后来我逐渐尝试着去 更多的去吸收学习一些工作中的一些东西 然后包括因为我们做培训 需要学习很多关于培训的知识 包括你需要了解一些新的领域 要培训销售人员 对 然后还有管理人员 有如何让他们学会去管理人 所以要去看一些包括心理学 和一些和人沟通的 还有管理的知识 那机器和我是同行 是 是吧 说不定未来 找您读过 可以 要我 要 要 收了 视频为证 好 之前我会觉得 就讲真 我之前一直做一些比较出世的研究 就是更多是偏向一些文史 理论 对理论 然后我会 纯理论 对吧 因为你的学科的那个方向也非常的理论 对 所以我一开始对一些比较陆式的东西 是有一点点小的排斥和抵触的 我会觉得 俗 然后后来发现很多我真正去接触以后 它背后也是一些那个逻辑 包括何人打交道 包括 就是它也是有趣的 其实我原先也没有考虑来互联网大厂工作 然后正好是因为当时一直想做教培行业 但是教培突然没有办法去做 正好看到 我这个目标的这个工作单位呢 它是有培训这样的岗位的 然后虽然我不知道未来要培训什么内容 但是我觉得这个形式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而且那段时间在投其他工作的时候也走了一些弯路 投的岗位呢都是我可能听说过 或者我看了一下它的那个工作描述 对工作描述是比较符合我日常的兴趣爱好的 然后但是实际去了以后呢我会发现你不仅仅需要一个比较好的背景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对口的实习经历 对这个非常重要上次咱们聊的时候你好像就说过这一点 这个也给朋友们提个醒 就是你去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你的前置条件除了你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学历背景以外 非常重要的就是相关对口的实习经历 以及你实习经历中做出来的业绩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实习有很多种 还有一种是赛博实习 我觉得就是新的时代里边 你可能还没有实地去一个企业里边去干比较基础的工作 但是你可以在互联网的世界里边去探索一下 站在别人的鞋子里边去看 你喜不喜欢他描述的这一类型的工作 就是提前前置自己的工作选择 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学生来讲的事 但是大部分学生不是都是大一想大一大二想大二 严一想严一严二想严二 不到找工作的时候既不准备简历 也这些事跟我毫无关系 甚至不愿意跟一些比较讨厌的大人 是吧跟他们聊一聊 我们不是经常过年回家的时候 或者是平常回家的时候嫌他们叨叨吗 你可以叨叨他们 是吧他们那么叨叨 你就可以说就跟他们聊 他们职场里面坚持到的这些在网上能看到的工作种类 以及这些工作种类意味着什么 让他讲讲身边的实力 让他给你讲一些故事 我觉得这个对于小朋友们 学生们去进入职场之前 前置个几年都没什么毛病 小老师休息一下下 好 行那就这样 那我们先下一期再见 好拜拜 哈喽大家好我是沐雪 上周末我不是发布了一个参加班主任基本功大赛的视频吗 结果已经出来了 非常幸运我进入了面试的环节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比较仓促的 因为周三中午的时候通知 周日中午就要参加比赛了 所以满打满算也就四天左右的时间 说实话我们老师平常工作还是比较忙的 像周四周五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去准备 也就今天周六我大概是看了一下别人写的一些教育故事 因为我们这次面试的话是分为两大板块 一个是教育故事还有是情景问答 反正我现在心里是挺没底的 因为我自己的教育故事还没有准备好 而且情景问答的套路还没有总结出来 我觉得我这个头发好像有点乱了 也好久没洗头了 我觉得我还是先去洗个头发 不然这个头发那么油太贴头皮了 就算我什么都准备好了 我觉得也没什么自信 我觉得面试形象还是很重要的 打算去洗头店洗个头 因为自己洗的话每次都会掉很多头发 洗完之后还是很顺滑的 感觉又找回到了那份自信 我觉得头大的人就比较适合这种直发 就不太适合那种蓬松的 这个角度好喜欢 突然想起来晚饭还没有吃呢 就吃一碗面吧 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小菜 很脆 回来我就先把自己的教育故事确定下来 感觉还是自己白天想太多了 应该先把它给写下来才对 现在确实有点晚了 刚才我还喝了一杯咖啡 写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离考试时间大概还有一个小时 反正我现在特别的紧张 我感觉比考面面试的时候还要紧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是充分不准备吧 对 准备不充分 所以呢 就导致我心里很没有底 因为本来的话 你如果说那些套部啊 或者说这个故事 你背诵的非常流利 应该说是没有这样子的烦恼的 过去就演一下就好了 但是现在的话 我拿着教育故事 自己拿着稿子在那里读 我的普通话都说不标准 就前后鼻音不分 平声音敲声音不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算了 明年还有机会 先花个妆吧 著名的前苏联教育家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 你给孩子提出一条禁律 就要给他提出十条鼓励 同学们还不急了 我先出发了 反正我的情景困难还没有实行 就这样吧 好在考场里我住的地方还是挺近的 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距离 到考场啦 议事的人也好多 我抽到五号 现在先上脚手机啦 同学们 这次是真的结束了 我现在觉得好难过呀 我的情景问答 四分钟的时间 他当时不是说留一分钟吗 原来是情景问答之后 再留一分钟 他会问你一些问题 当时我看到那个情景问答 快只剩下一分钟的时候 就立马止住了 反正这次面试不太满意吧 就感觉育人故事的时候 那个时间过得特别快 然后在情景问答的时候 那个时间就过得特别的慢 我都感觉讲了好几点了 他还没有结束 这次就不去试试了 为什么不去试试 从VC不是什么高考 也不是什么精神考 也不是正常的考试 一年一次考不过也不要挤 明天就不想参加 我觉得刚好是后悟了 让我找个一点自信 三首都可以 快去 刚才回来睡了好久 因为这两天实在是太累了 为着这个比赛 不过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 虽然我知道结果可能不怎么样 但是明年的话 我还会再努力的 因为有了这次的经验 我也知道自己 接下来的着力点是什么了 我觉得我的教育故事 可能还要再写得更动人点吧 这次我分享的教学故事 是关于家校共语的 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可能时间原因吧 我自己也没有做过多的删减 当时的话 可能更多的去表达出的是 那种家校之间的矛盾 解决方式反而是一带而过 因为我越到后面 看到那个时间 不知道为什么 跳得越来越快 所以接下来 自己可能在教育故事方面 还需要再改一下 还有的话 我觉得情景问答 确实是是因为 太久没有参加这种 正式的面试了 就是那种临场 应变的能力 真的变得好差 所以在生活当中 我可能也要多思考 不仅仅是说 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好了 其实那些情景问答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贴合实际的 那在实际的生活当中 我在解决了之后 我可能还要再去想一想 我这么解决有什么好处 它背后的一些 教育学心理学的原理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可能下次遇到 情景问答题的时候 就可以更加游刃有余 然后我想了一下 还是去吃饭吧 这两周自己实在是太辛苦了 好好讲了一下自己 你说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都在这自己自娱自乐 说我们俩都有坚定的信念 然后你说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觉得可能是小时候 接触的这种信息 没有现在年轻人接触这么多 因为小时候也没有手机 最多就是家里一个 很小很破旧的一个电视机 或者说一些书 那个有接触的信息 就没有网上 一打开说就红一级的长山 初中生就开始想 哎呀那你这大学毕业的人这么惨 那我现在为什么要读书呢 我干脆去想点别的路 对吧 那他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 需要屏蔽掉一些东西 我们当时是被动的被屏蔽 现在你如果想要很坚定的信息 一定要主动的去屏蔽 对就是你原来跟我说过一个 叫积极注意力偏好 这个我们都有 就是在所有的这个事情里边 即便可能有一些信息 你想你在你求学的过程中 肯定也有人跟你说过 类似的这些话 就是把它给屏蔽了 还是因为傻 可能都没有处理 我不觉得我处理过这些信息 我就是觉得 我不想听 不想听 就不听 我好像都没有听到过这种信息 我就是近些年 上了大学之后 开始网上怎么这么多 消极的声音 然后我就开始去关注 在思考这个问题 以前我觉得确实很辛苦 但是没想到原来 确实这么辛苦 很少有人能够 克服这种局限走出来 所以大家才会把这种 当做新闻来报道 没错 而且也很幸运 确实是有一部分 是运气和幸运的成分 就是我有时候回想起来 就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很多时候也是一头汗 就是觉得 这个路可不可以复制 我也不知道 有一些精神 可能可以抽取出来 但是真的能不能复制 还有是很大一部分 是一种幸运在的 就大家可能会说 这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就是因为你被筛选过来 才看到了 但是你的个力 也不能当成一种普遍 所以我确实也觉得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尤其是所谓的小镇 做题家一些 更偏远地方 条件不发达地方的人 他们其实会面临 更多的困难和境遇 大多数人可能也有天分 也是适合读书的量 但是他被命运的 这种大网给筛掉了 他因为家庭的境遇 甚至一个学费 就导致了你没办法去选择 那么你又把自己限制住了 就很多很多的人 太多人走不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 未来需要大家更关注一个方向 怎么让这种教育更公平 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 有条件走出来 但是我又想一个事 可能我们这条路是不能复制的 比如说你没有伸到好的奖学金 你没有直博 然后我也没有成功的上上博士 我直接本科毕业以后就去上班了 可能这个路是这样去走的 就是偏向了另一个角落 但是我相信 以我们的这种心性 包括这种谦卑 或者包括这种行动力 等等等等 这些加总起来 我就是直接去上班 我认为我的自我评估 可能不会成为一个什么大富大贵的人 但是在企业里边好好的混 混的还可以 应该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所以说人还是 就是我依然是这么认为 即便我现在连上网了 看了好多各种各样的负面信息以后 我还是认为年轻人 第一个要有志气 第二个是要有一定的目标 第三个是要有行动力 就是多去行动 跟这个社会和他人进行充分的碰撞 时兴的话 平常这个学业忙吗 你的经典的一天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经典的一天就是早上大概八点去床 然后就走到我的办公室 然后办公室之后 为了省时间就会买那个面包 面包就会放办公室里面的 然后就加一点果酱 然后就很快就吃完了 就开始做一天中比较困难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做完 首先做完困难的事情 会给你一种正向的鼓励 让你能够一整天都能够有动力去做一些后面 因为容易的事情 然后吃简单的中午饭 然后下午就开始看一些论文编程 写一些代码去验证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 吃完下午饭之后可能会休息一两个钟头 晚上大概九点十点 然后就坐下午八 然后回到自己的宿舍 回到宿舍之后可能就简单的洗漱之后 还会看一点研究相关的东西 然后有时候可能就十二点左右 有时候最晚可能到一点 其实就是比较平平无奇 很少可能会出去爬八山或者不顾一下 但很少很少 可能一学次又几次 因为我现在其实还是一年级 其实也没有在学书上取得很厉害的这种成就 海满来讲还是在一个积累阶段 所以我觉得可能说关于这种研究的心得 我觉得我还需要学习 尤其是我觉得可以向前进老师学习 我就经常碰到一小孩以后 我就说你那桌面能给我看看吗 有没有什么能看的 他说这就开玩笑 但是能看能看老师看 火一桌面的都是文献 看着很努力 但是你这个文献 有没有形成一个文献书里的好的逻辑 有没有一个管理的习惯 不然的话 我看好多同学就是 哎呀 这有一个新文献 我来下载 下载了以后 邦当到了一个文件夹里 打开啪叉看了一眼 然后邦当关掉 然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下次再见他的时候 没见过 恍如初见 所以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 反正慢慢来吧 但是做什么事 除了努力以外 也不是瞎努力 刚才咱们说了半天努力的重要性 但是在这里呢 我觉得还是提醒一下大家 瞎努力是不行的 你要在努力的过程中 不断地去反思 不断地去琢磨 这才能把这个事干好 干完成 干漂亮 努力的是一种态度 但是方法是很重要的 就跟方向盘一样 要正确地努力 聪明地努力 咱也不是鼓励说 一 吃了苦 也不一定成为人上人 第二个是 能不吃苦 尽量不吃苦 你闲的嘛 非要去吃苦 对吧 上学是挺苦的 它是一个特征来决定的 它苦 但是咱不是说要找苦吃 所以尽量还是在这个过程中 多琢磨琢磨 能少吃苦 少吃苦 能不吃苦 就不吃苦 最好填着把这学上完了 在之前的几期视频中 我们关注过甄嬛战队 聚焦过皇后战队 今天呢 我们就把目光投到华飞战队 来看看这么一位 占据军师地位的人物 曹琴墨 一起来看看这位 能够让甄嬛吃鳖 后期呢 又与他联手扳倒救主的曹贵人 能有哪些特点 可以给我们带来职场上面的思考 第一点 情绪价值也是价值 情绪能力也是能力 年轻的朋友们呢 经常会不齿于情绪价值这个东西 会觉得没有本事的人才会去跪舔 是吧 才会去用情绪价值去讨好 然后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或者说只有这种人才会在职场里边去忍别人所不能忍 但是事实上呢 在真正的职场里边情绪价值是非常真实的一种价值 也是非常真实的一种能力 能够做到情绪平稳 能够接得住别人某一刻的这种崩溃或者说坏脾气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 我们这里先不去探讨说比如说领导的坏脾气是不是正当的 但是我们就说这个现象它是存在的 对吧 你想一下在职场上面总有这个坏脾气或者是负面情绪的瞬间 甚至有好多坏脾气是发生在这种非常重要的职场时刻 或者说非常重要的项目中的 或者说那些高权位人的那里的 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团队里边有一个人能够接住这个坏脾气 能够安抚这个坏脾气 能够把坏脾气转化为理智的思考和生产力 你说这个人在团队中重要不重要 在这个方面呢 曹贵人就是一个高阶玩家 华贵身边曾经的二把手利品封了以后 华贵听曹贵人的话 以为能够把自己去摘干净 却不曾想失了这个协理六宫之权 回宫之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把曹贵人叫到身边去撒气 那个扇子直接就飞过去 当众打散了曹贵人的头发 这要是换在一般人身上 脸面肯定是挂不住的 我们看看曹贵人 非但没有表露出一丝的不快 反倒陪笑 说夏日炎炎 娘娘心中难免有火 只要娘娘能消气 贫妾甘愿受到一切的责罚 之后呢 还主动的提出 由自己出面帮华妃从获恩宠 甚至在华妃想把这个瘟疫公主 留在身边 用来争宠的时候 曹贵人都能够忍住心中的怒气 先去捧上一句说 哎娘娘如此厚爱公主 臣妾心中感激不尽 在背后筹划把女儿给接回来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曹贵墨心中清楚 情绪并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 甚至会让自己的领导华妃厌恶自己 哭闹一场可能能够短暂的去进行一个宣泄 但是能够获得华妃的原谅和怜悯吗 很显然是不能的 将这种没有价值的情绪带到工作里边 甚至直接的宣泄给自己工作里边的key person 只会让人觉得你没本事 还不够专业 不仅不能提供情绪价值 还得消耗别人的情绪 这个时候在地位不平等的时候 显然是不可以的 在职场中一旦被判定说你不professional 其实是一件非常令人绝望的事情 无论是与同事还是和领导 冲动之下说出口的话 做出的决定基本上大概率是错误的 无法挽回的 除非你真的不想干了 对吧 不然不干了 辞职这种话威胁的不是别人 而是给自己的前途去埋上了一个阴霾 除非你真的有这个底气 不然的话千万不要说这种气话 冷静下来 缓一步 这个其实不是认怂 而是为了长远的利益 而暂时的想办法用脑子 这是颇大的智慧 无论发生什么 都尽量要去用自己的理智 自己的行为去做主 而不是被自己的情绪所裹挟 然后先上情绪 再上其他的最后后悔莫及 这是曹其默最大的优点 即便是在封闭职场的后宫 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出场即下线的这个夏冬春 嚣张蛮横的鱼婴儿 还有性子浅薄张扬的这个瓜尔加文英 都是例子 这可能也是没有什么家世背景的曹秦末 能够尾身于华妃身边 并且受到重用的原因 第二点善于发现问题的本质 强力的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 职场立足以后呢 想要被重用就要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在职场中总有这样那样的这种情况 对吧 一边抱怨领导交代的工作 没意思 非常棘手 然后不做也罢 一边呢又对自己得不到重用 而愤愤不平 大家一定要明确的一点就是 公司之所以聘用你 是要你运用自己的能力 去解决问题 去提供价值 去利他利公司 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 抓住问题的本质 对症下药 曹贵人帮华妃解决问题的能力 绝对是大家有莫共睹的 华妃捅的娄子可不止一个两个 曹秦末只要出手也大多不会落空 华妃呢 因为利用于是毒害这个甄嬛的策划 被暴露了 然后被革协理六宫的权利 皇上的态度呢 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 然后冷落了他 曹贵人呢 就带着自己的女儿和华妃的这个不摇 然后在皇上眼前晃来晃去的 华妃的恩宠就回来了 皇上也心软了 而之后的刘本被抓 然后陷害梅庄甲运争宠的事情 暴露的时候呢 作为领导的这个华妃 只能想到让哥哥帮忙求情 而曹贵人呢 非常敏锐 他立刻就觉察了 这也是一个政治敏感度 是吧 然后这是皇上的家事 年大将军呢 不好插手 最好的解决方案 还是要干什么呢 要立下一件大功 将功赎罪 也正是这样 华妃呢 在曹秦末出的这个主意下边 然后对抗十亿 找了两位太医的帮助 而且还去偷了这个东西 对吧 抓住十亿的这个突破口 连偷 带查 带看 然后找到了这个当时治疗十亿的方子 解了皇上的燃眉之急 也通过这两件事呢 不难看出 在解决问题的方面 曹贵人是提供了非常大的价值的 这个对于职场人来讲的话 非常的重要 你可能不需要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需要在一类问题 或者一个条件上面 有自己非常大的价值点 这个是在公司里面 立足并且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么自然的 我们就说到了第三点 曹秦末的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就是明确职场目标 抓住主线有地方使 这个和后宫其他的小组高贵的身份不一样 曹秦末就是一个没有家世的 破落护家的秀女 才华呢 谈不上 相貌呢 也不出众 唯一的筹码 瘟疫公主呢 还不是那么受皇上的重视 这样的配置不就像职场上面 背井离乡 来到大城市打拼 没有什么人能够照着你 没有什么背景和底气 想要在职场有立足之地的普通打工人 不就是这样吗 是吧 甚至很多人可能还不如曹秦末的这个配置 在夹缝中求得生存的这个曹贵人 他有着自己非常 你说大智慧也好 说小智慧也好 然后他的心思呢 其实很少用到为自己争宠上面 你看后宫里边很多妃嫔是吧 他们都想皇上爱我爱我爱我 然后但是曹秦末呢 他不会这样 他就是帮助华妃 协助甄嬛 然后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地位和身份 他也知道自己的位积 这个叫做本分 你知道很多时候能够认清自己的实力 能够本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人只有本分 不要被自己的贪婪欲望 甚至是那种夸大其词的自我所吞噬的时候 你就知道自己的位置是什么 这时候可能就会有贵人去赏识你 对于曹秦末来讲 他最简单的目标就是保全自己和女儿 然后呢 找机会去为自己生殖 给自己的女儿瘟仪公主 挣个虔诚 基于这样的目标呢 前妻他去依附华妃 保住自己和公主的平安 对吧 而且公主平安降生了 还健康的长大了 而后来呢 与其在皇上面前费尽心思的去争宠 他不如责粮主而住 然后生的快 当华妃大势已去的时候 曹秦末马上调转方向 助力甄嬛 因为这个呢 也得到了封号 还得到了晋升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职场里边 你明确自己是几斤几两 明确自己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其他东西可能就是follow 不是你能够计划和求来的了 你选择了升职加薪 那就要沉下心来去努力 不要满心的去抱怨 工作太辛苦 受了很多苦很委屈 然后如果你选择了安逸 那就没有必要去眼红别人的地位和更高的收入 对于自己的选择负责 这不就是成年人的因果自负吗 为自己的目标去努力 在职场中做到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虽然在后宫晋升的这条路上 曹秦默呢 没有走到最后 但是他的能力在线又不招摇 同时呢 有非常强烈的目标感 这些都是可以给我们普通职场人以启发的 我是钱静 我们下期再见 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 跟大家聊一下 从导师的角度 是怎么看待学生的英语能力的 现在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 无论是这个导师自己的英语好还是英语不好 英语能力都是大家觉得比较应该具备的能力 说到这儿呢 可能就有一些从小到大 英语比较困难的同学 或者说六经没有过的同学 就会犯难了 觉得天哪好可怕 我英语一般 那我是不是完了 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 从我教了十年了 带了十年的学生了 我怕的不是英语比较困难的同学 我害怕的是对英语有阴影的同学 我害怕的是惧怕英语的同学 或者说我更害怕的是自己英语一般 但是瞧不起英语 鄙视英语的同学 我觉得这些比你英语能力本身低 可怕多了 那我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我觉得如果英语比较困难的话 做科研还是有趣 也许你去做翻译或者是做什么非常高频的需要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工作 你比较犯难 也可能提高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做科研的话 你英语又比较一般的话 这个是有非常大的救 大家不要担心 我拆开听说读写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在科研的领域和范畴里面 除了你要去跟一个英文为母语的老师 大部分人比较需要提高的能力是写和读的能力 读是你要去吸收 现在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在市面上 比如说我们社会科学 不管你是出英文的文章 还是中文的文章 大家全球是同步的 都是要去跟进最新的英文领域里面的文献的 中文和英文之间的输入这个口径下边是不割裂的 所以说英文的输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读的能力很重要 写的能力为什么重要呢 是因为现在大的趋势下边看来 输出英文的这个科学研究的发现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径 当然它不是唯一的口径 中文输出也很重要 但是英文输出基本是一个必备的 所以从导师的角度来讲 他在建立团队的时候 英文的写作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听和说为什么没有那么重要呢 是因为以我的这个经验 听它是需要磨耳朵的 然后加以时间才能够提升那种能力 而说呢可能没有听重要 因为对方只要是想跟你沟通 我认为啊 你说成什么样 他都能最后能明白 如果他不想跟你沟通 哪怕你是母语是英文的 他可能也不想理你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所以从听说读写上面来看的话 读和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就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解决了 比如说你从小到大是哑巴英语 那么有关系你可以继续哑巴 并且非常好的 做好英文语境的科研 也是有可能的 我身边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我是80后 然后我有见过70后的学者 80后的学者 然后他们可能从小长大的环境 就和我一样 这个英文说的能力啊 听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但是呢 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认真 去努力提升这个写和读的能力 这个也是可以达成的 这是一个努力的功夫活 而不是说你有没有天分 或者有没有语言天分 胆子大不大的问题 你要落在行动上 就会有提升的一个事 说到这儿呢 再补充一句 作为已经离开这个考试语境 这么多年的老师 你的六级过没过 四级多少分 我一不一定有概念 第二个是我即便有概念 也不一定高看或者低看你一眼 因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是在特定的考试的语境下边 你打出的一个分数 你那个分数能不能够平移到我的课题组 给我的课题组做出相应的贡献 能不能够帮助你在科研方面的提升 这是两件事情 换句话说 哪怕你六级打了满分 你到了一个科研的语境里边 很多英语相关的东西 专业的词怎么去输入 都是要下功夫的慢活 而不是说你那个语境下边英语好 然后在这个上面一下就提升了 这就能够解释 为什么好多人 想怕你去美国读书了 在同一个课题组里边 中国学生可能还是可以脱颖而出的 因为他这不是一个英语能力的问题 这是你理解下功夫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办呢 不管你英语好还是英语不好 在科研范畴下边的英语的提升方面 有几个小的建议 跟大家去探讨一下 而这些建议呢 没有一个是你要努力 你要加油 你要顶住 不是的 而是你要落在行动上面 不然说多少 第一点 阅读 大家呢 可以去看一下我那个摆篇文献的两个视频 去找到领域里边非常重要的摆篇文献 然后一篇一篇一篇的啃下来 看陌生的单词 记住 做好多的笔记 就像你平常阅读书籍一样 读了一遍以后回来复习 读了一遍以后回来复习 用这百篇文献 或者说你可以再缩减点 三十篇 五十篇的文献 去磨练 你在自己特定的小领域下边 对这些词语 对这些陌生的这个术语的熟悉程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现在也假期了 对吧 同学们不知道努力什么 这就是努力的方向 第二个 写 写只有一个提升的方法 就是不断的写的 前面也讲过 就是字数带动效率 每天呢 写比如说英文的话 double space 一页的话 差不多是二百五十个word 我觉得呢 你可以写二百字也行 一百字也行 就是一个自然段落 然后这个段落呢 要精品输出 配合着你自己的小论文 然后逐步的去累积 自己写作的能力 写作就是一个手手和一个逻辑活 而这个手手和逻辑活都是要通过不断的熟悉 你越写越熟悉 越写越熟悉 就包括此时此刻的我 每天都是会坚持写作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不懈的去练习 每天持续一点一滴的用这几百个words 去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 我说这么多呢 是希望大家不要用自己过去的困难 去把自己卡住 过去的困难是什么都不重要 然后把它打翻打破 我们就是一个想在科研领域里边 把事做成的人 至于英语是不是一个障碍 它不是事 它不是障碍 至少它不能在心里形成障碍 我们要在每天的一点一滴的成长中 学习中 把这个东西给它克服过去 2023年了 这个英文的语境里边 有一个东西叫做New Year Revolution 就是新年的一些新的计划 新的目标 我们也不用定那么宏伟的东西 就从一点一滴练习读百篇文件 和练习写每天100个words上面 开始出发吧 祝大家2023年顺利 我是钱静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 拜拜 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请到了一个神秘的嘉宾 这位粉红色头发的小姐姐 是我的favorite person 为什么请到这位神秘的嘉宾呢 就是因为我至今已经直播了 有46次了 这中间有非常多的本硕博留学生 包括一些职场的小伙伴们 会来声泪俱下地去讲 自己生活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苦 而这些苦呢 就我的分析啊 我觉得有八成是情绪的苦 有两成是做事的苦 而这两成做事的苦 通过处理一些情绪相关的问题 可能也会 对 很好的去解决 所以今天我就请来了一个 粉红色的情绪master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俩都是曾经学习过 恩年的老博士生 来聊一聊 就是困扰我们这么多 这么大成分的这些东西 该怎么去处理 哈喽 对我确实研究情绪好多年了 我刚才数了一下 因为我本科就是学心理学的 到现在已经有19年 研究生学的是临床心理咨询 然后博士就开始研究 情绪调节的各种背后的机制 我其实博士还没毕业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把我学的这些东西 用来帮助别人 因为我看到太多人有情绪困扰了 然后我原来也学心理咨询嘛 然后我就发现 传统这些方法 心理咨询实在是太贵了 所以后来我做暂停实验室 其实就是想把这些 有用的调节情绪的方式 变成大家比较便宜的 然后比较快速的 就能掌握的一些技能 对 而且来暂停实验室 真的好多学生 大概我们这边 百分之二十多的都是学生 然后这里面又有一半都是硕博 有老师吗 有 我猜也是有的 其实这个青年教师 也是饱受情绪之苦的群体 就包括你刚才说的一点 我非常的认同 就好多时候 你知道这些东西 你不去实践 没有一个工具和框架 能够帮助你实践的话 其实也是没用的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然后来跟婷婷聊一聊 学生朋友 他们面对的这些苦 以及怎么去处理 面对自己情绪的 这样一个过程 第一苦 选择之苦 在现实生活中同学们充满了各种各样选择的纠结 比如说选学校纠结 选导师纠结 选论文的方向纠结 选现在此时则干什么纠结 就是非常害怕选择的错误 这种苦该怎么办呢 说实话我自己没太经历过这种苦 小耳赛 因为我都瞎选的 瞎选的 然后这么成功 而且我每次瞎选完之后 我瞎选的第一志愿都没要我 就人生就是一个将错就错的过程 对 我就觉得就一开始就在你做选择之前 你不知道你的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 你只有真的经历了才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您是怎么过来的 我呢 是一个这个小时候被我妈洗脑了 她觉得大学老师是一个特别好的职业 所以我18岁的时候觉得我就要干这个 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职业是干嘛 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做科研 然后就这么傻乎多的 所以是你妈选的 我也不这么认为 以我的价值来讲的话 我接纳了她帮我选 那就是我选的 这也是一种 我一直跟朋友们聊的 叫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这个吧 我就觉得人有的时候认份 就是我认了 可能有一部分情绪就没那么兇荣 然后有一部分呢 我就比较能够承认 慢慢的去有办法疏解它 对 我后来因为这个问题 在我们那儿的小伙伴里面 也特别常见 那我就发现大家确实会被 比如说一些信息说 这个专业不好就业 然后这个专业你选了你就完了 或者等等的这些信息给吓到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告诉他们说 其实确实每条路都可能有问题 但同时呢 每条路可能都有机会 就我们其实不是在做一个选择 就这一个选择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没有哪一个选择能够完全决定 你以后的命运 它只是你无数个小选择中的一个 但一旦你开始进行选择了 你走到下一步了 其实你就有对这个选择的感受了 其实你随时都是可以调整方向的 所以我当时觉得我虽然瞎选 但是我有一点做的特别好 就是我特别尊重我内心的感受 就是我瞎选完之后 我会想说我得不得劲 这个选择我愿不愿意投入 然后人都会在这种慢慢的 就是投入在一件事的过程中 慢慢才真的知道说自己到底喜不喜欢 乐不乐意 想不想换 这一点很重要 你看我刚才听你说这个 你可能说每个选择都有它的好 都有它的不好 然后这时候我的脑中就出来无数的弹幕 就是不听不听王八年听 所以你说的后边那一段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我自己选了这个以后 得不得劲 舒不舒服 我的感受是什么样 这个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讲才是最真实的 对而且这个不是在你做选择之前才会有的感受 你那时候感受完全是基于你内心的一些想法 你得到的外部的信息 只有你做了选择 然后这选择往前迈了一步 你看到了这个选择的结果 那个信息才是更值得信任的 那是你对这个选择的感受 你的想法 然后你基于这些可能还可以再做第二次选择 因为一次选择后面是跟着下一个选择的 说白了我们一天都是有无数个选择过的 我选择今天几点起床 吃什么饭等等 那既然我们能调整这些选择 那我们也能调整我们生命中那些相对比较重大的选择 那再追问一步 我们怎么能够觉察出来 我得不得劲或者舒不舒服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确实还挺难的 就我们说觉察能力 它是一个需要被训练的能力 就比如说我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觉得它到我一直在拖延 那拖延其实就是一个信号 它不一定是个坏事 它可能会意味着说 这个事我可能判断不是我那么擅长做的 或者不是我那么喜欢做的 或者说我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可能遇到了一些阻碍 对我是需要求助的等等 那其实当我们把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信息 都当成一个信号去理解我此刻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我就更容易做一个对就是更加跟随自己需求的选择 我理解大家的害怕是说害怕选错 就是听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话以后 这好像是有好的 这又有差的 然后我选了这个以后 我又放弃了其他的 就是这个成本好像对于年轻人来讲特别特别的高 那这时候怎么去处理这种自己非常复杂的情绪呢 其实有一个讲的特别烂俗 但其实很我觉得特别好用的故事就是小马过河 就是因为每个人适合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那过来人告诉你说他选了这个东西之后 对他来说好不好 这个信息对自己真的是仅供参考 真的 对他没有办法去替你回答你的人生路该怎么走 那这个时候我收集到了松鼠的问题 就是我收集到了牛的反馈 但我是个小马 我怎么办我还得先带着我的恐惧带着我的试探 先往河边迈那么一下下的 因为我知道说我不是一下子走到河中心的 我其实是从河边一点一点的往前走的 没错特别同意 就是我们虽然在聊情绪 其实聊的是一种行动向的勇敢 对 就是这也是我一直解答各种问题的时候提供的一个答案 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你不妨去试试 对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 当你实际去尝试的时候 你才有属于就像你刚才说的 属于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和获得 包括好的和不好的 这个是属于你自己的 虽然证据有限 但是这一步这半步足以帮助你后边每一步每一步每一步是很踏实的 是 我发现很多来我们这儿的小伙伴他们确实敢做选择了 我就觉得我们这儿提供的这些练习 比如说怎么跟情绪相处的一些练习 它真的有点像是教人学游泳 就是过去我们可能遇到情绪以后就会很害怕 然后我们就不敢往前走 那现在呢就在这儿其实我们是一点一点学会怎么样跟自己的这些害怕相处 于是我们就能带着这些害怕在日常生活中去做事情 然后我们的行动力就会慢慢的回来 然后人都会在这种慢慢的就是投入在一件事的过程中 慢慢才真的知道说自己到底喜不喜欢 第二个苦呢就是有时候也想躺 但是躺呢又躺不平 然后又想卷呢 有时候是吧 我可以说我快40了 我卷不动了 然后那同学们呢还小 他连这个借口都没有 他也卷不动 还老被谴责 那你说这种怎么办 我看到这种我也会觉得 就对休息这个事儿特别的有负罪感 后来想通是怎么想通的呢 我发现就是我得认一个事儿就是 休息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你如果更功利的讲 它是为了效率服务的 我大脑不务干活工 对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然后呢你就能够在这个过程里边 头脑更清醒 而且呢头脑清醒了以后 以我的感受就是你头脑一清醒 这个人脑子清楚了 人就容易幸运 对我现在就觉得当我们好久好久不允许自己休息的时候 慢慢让自己学会休息 其实是需要有一些强制的暂停键 然后很多人看到我们的名字之后 就特别嚮往我们 就是暂停此言 对是一个你生活中可以停下来 大家特别想要停下来 但是有点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停下来了 而且这个暂停呢 它不是暂停你的成功 我觉得这个暂停是为了帮助你更好地去奔跑 其实呢同学们也不是没有休息的方法 一般我们常用的这个休息的方法是什么呢 开一局打个游戏 刷个迷你小剧 刷点短视频 那这种休息的话和咱们这种 比如说正念啊 然后各种各样的小工具了 暂停一下下的这种有什么差异呢 其实差别还挺大的 最大的差别就是 这些休息跟我们平时干活 其实没啥太大的区别 它都是需要继续去涉入外部的信息 那做正念练习和那些的区别就在于 它真正连接的是自己的身体 而且你连接身体的过程中 你大脑的那些计划的部分 然后输入信息的部分 想事的部分 其实它的活跃重度都会降低 所以它才是一种真正的休息 而且这种休息之后 你的大脑确实会变得更清醒更活跃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就像跑步和健身一样的习惯 就很多小伙伴把我们这叫做心理健身房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为什么他们愿意去这么做 就是因为就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得到了一些直接的正反馈 比如说大脑会变得更加的清醒 比如说我们会更容易识别出来那些信号 比如说我们那些自责呀 然后我们那些内耗啊等等 然后会慢慢的那个声音会变小 对它就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 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就像我们人需要吃饭一样 我们也不会说我吃饭是会上瘾的 因为有时候自然会吃饭 这是一个好的习惯 就是我做了以后还是觉得浅比较难 对 像是一个任务 但是可能超过了七天十天以后 你就会觉得 我应该去干点这个 这可能就是一个习惯的力量 包括可能在这里边体会到了一种 从没有过的放松的感觉 就是因为很多小伙伴 比如说看到来我们这练习 他们就会害怕 他们害怕啥呢 觉得哎呀我每天上课 我上那么多课 我又来这上一个情绪调节的课 对我不想让自己上课了 然后我就会告诉他们说 这里不是在上课 这里是一个休息 但是呢 这个休息又不是让你睡觉的那一种 它是为了让你的大脑变得更有效率 当我累的时候 当我情绪上头的时候 我拿起来就能用 另外一个苦 拖延 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的 老拖延症了 是你是吗 而且这个在我们的用户里面 也是排行特别靠前的问题 就是每次都有一堆人过来问说 哎呀我这个马上就要考试了 然后我就拖延都想看书 或者我要交论文了 然后我这边快到呆烂了 我还没有写完 这问题实在太常见了 然后我再回答了N个N个N个 关于拖延的问题之后 包括我自己的切身的感受 就得出来一个结论 解决拖延的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 就是放弃解决拖延这件事情 然后它是放弃的是什么呢 放弃解决的是 自己是个拖延的人这个事 因为大家在拖延了之后 就会得出一个归因 说我果然是个拖延的人 你看我又拖延了 我这个人真的很差劲 我是一个就是比如拖延可能意味着懒惰 意味着不自律 意味着没有责任心等等 这些全都是一把一把 叉叉的对射向自己的 有没有射向自己 对然后就会觉得拖延还意味着什么 还意味着无能 还意味着失败 又是一把叉叉叉 别说了别说了 拖延意味着你可能就要完蛋了等等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就目标已经偏了 本来我是有个事卡住了 我的事没有推进 我要去推进这个事 但是现在大家被拖延卡住了之后 就想要解决自己这个人 就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拖延的人 对对对 然后发现这个事做不到 而且越给自己自我攻击 然后自己就会越没有行动力 因为人被射向箭的时候 人就会变得很虚弱 然后自我评价低 然后这些都会让人的情绪 滑往一个更低落 然后人情绪一低落行动力又更低 然后就更拖延 就传说中的摆烂 对对对 它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那打破的方式就是放弃解决自己这个人 然后这样的话 你就把注意力放在了你眼前要解决的那个事上 就当我发现说 我把注意力放在眼前这个事到底怎么回事 以及有哪些方式可以把它往前推一把的时候 然后我不需要再解决拖延这个问题了 甚至有的时候我可以不把这个事定义为拖延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从行动上去搞定拖延的话 一个特别好使的办法就是微习惯 微习惯就是我把我的目标拆解成不可能失败的一小步 那我只需要去推那一小步 比如说拿写paper来说最小的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打开电脑打开你的word楼这么微啊 对如此之微 就是要微到这种程度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行动是有惯性的 比如说你打开了电脑 你写了第一行 你的惯性就会让你去写第二行 但如果我们没有打开电脑 我们就会一直在发生 没错就是要打开 然后做事就是要做下去 然后我可能有一个类似的方法教给大家 就是用字数带动效率 像你这种写不完论文的人 或者怎么着的话 就强迫自己 然后又开始强迫了 这个是反暂停的 就是强迫自己每天100个字 或者是100个words 或者怎么着 用这个带动其他所有的事 还是要干起来 对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 也是有一个每天要打卡记录 我们的那个目标是15个字 然后有些小伙伴就会发现说 如果他带着说我今天就是要滑水 我就写15个字就可以了 于是我就会打开那个练习 当我打开的时候 人自然会有那种自我完善的 和想要把这个事做好的倾向 不然我也不会担心了 我这么完美主义的人 我怎么会允许自己 自写15个字呢 于是这个任务 他就开始完成了 所以就是我们一开始那一步 微习惯 其实就是自己哄着自己 就是人心理能量高 和心理能量低的 或者是就是你的状态 或者是怎么说呢 就是人每个时期 还是应对自己的需求 对 有的时候你的需求 就是想被虐一下 是啊 对 那你就给我来语 100个字 please 150个字 对 然后 对吧 然后但是有的时候 你的能量就特别特别低微 或者是我这时候的需求 就是你就要惯着我 是吧 你不仅是要哄着我 你还得惯着我 你得无条件的爱着我 那什么100个字呀 10个 行不行 你爱那么几天以后 写了一共10天写了100个字 对 我被爱好了 是吧 我被惯明白了 然后我忽然间不行 是吧 我要给我自己加成150个字 就是还是随着自己的需求 在不断的应对 这样的话 你的拖延就转换为 根据自己的需求的行动 对 刚才你的这个说法 我想到了一个这样的形象 这个形象就是 当你状态比较好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都行 但我知道 一旦我状态不好了 你是会接住我的 你不会再像那个时候 一样拿小鞭子抽我 这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 自己跟自己的关系 对 也不是说状态特别好的时候 也是就这样吧 是吧 其实会陷入另一种 你没有应对自己的需求 对 你分明是需要更多的行动的 但是你让自己反方向去了 那也不得劲 对 对吧 对 其实来到我们这儿的小伙伴 很多都是 不管自己状态好还是不好 都对自己特别严格的人 就他那个严格的部分 可能发展的就是很多 但是那个关心自己 爱自己 甚至有点宠着自己的 那一部分 其实是很缺的 然后很多小伙伴来到我们这之后 都特别震惊说 人真的可以对自己这么好吗 就等等 当时我听了之后 我就觉得特别心疼 就是当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比较低落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在低落的时候 能够自我照顾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这儿其实就是在培养这样的能力 这样的能力 其实并不会让你在状态很好的时候 你就摆烂了 很多人害怕这个 说一旦我有了这种自己关心自己能力 是不是意味着我以后就会摆烂了 其实不会的 我理解了 对这是一种灵活性 就是我们可以在低落的时候照顾自己 在状态好的时候奋发向前 这是一种切换的 我理解了 这个就是我一开始为什么没有理解 就是因为其实虽然我挺按着自己脖子去做事 是个目标明确的人 但我对自己挺好的 我是个非常呼应 就是什么吃好的喝好的或者怎么着 就只要能有一丝的缝隙 那个光绝对属于我 就是我对自己挺好的 所以我能摁着脖子 但是有的人你看着他挺摆烂的 挺所谓的外界看的懒惰的 但他其实对自己挺狠的 对就他摆烂的时候 他心里有个声音在骂自己 他不允许自己摆烂 就是换句话说 其实你那个外在的摆烂摆摆了 就你没有爱到自己 按理说应该是懒着 是特舒适的 你应该舒服爱自己 但是有的人所谓的啥也没干 但是他对自己的谴责和这种小汁渣的 那不比那干事的少 是的 反而是一个备受煎熬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摆烂这个词是谁发明的 肯定不是我这种人发明的 因为我不会把自己躺着的时候叫做摆烂 我觉得那时候我一点都不烂 我只是在休息 粉色的白美 我只是在休息 所以如果那个时候能少一点对自己的责备 我们休息的能够充分 那我们人就是在休息够了之后 自然的会起来的 我们要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还是要对自己好 对 就是不要看表面上是不是好 而是要看真实的 你是不是回应自己的诉求 我要真真的对自己好 对 这另外一个苦 同伴之苦 你说这个 这个好像没有导师的给带来的困扰更大 但也不是 因人而异 我经常也听到那个同学们说 特别难受 这不是网上还有一个词吗 叫什么 又怕朋友过得苦 又怕朋友开路苦 就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事 我不希望你过得太差 我希望你过得好 但是不要比我好 然后如果比我好 也请比我好太多 这样你就能待待我 就害怕那种比我好一点点 你还在我周围不断的晃 我又觉得这有什么 你凭什么得到比我更多 就是 拧去纠结 就是嫉妒吗 就是嫉妒 对 纯嫉妒 而且人呢 特别有意思 他不会嫉妒电视上的人 他就嫉妒他身边 他就嫉妒他隔壁床 上边床 旁边宿舍 同一个专业 那个平凡无奇的人 他得国奖 凭什么呀 这不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话吗 是吧 就是身边的这些讨厌的人 这个问题也特别高频 然后我们当时就用嫉妒这个关键词 来总结这种情绪 但其实说这个关键词的意思是啥呢 就是 这是四个人都会有的情绪 就是人就是会嫉妒自己身边的人 我们得承认这一点 承认他的好处是啥呢 就是我就能够更加舒心的去嫉妒 而不是一边嫉妒一边还想 我怎么这么心胸狭窄 我怎么可以嫉妒我的色友呢 于是我本来舒心的嫉妒 我嫉妒他一会儿 这个嫉妒就自然的就消失了 该干啥干啥 但如果我开始评价 说我怎么可以嫉妒别人呢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自己不够好啊 是不是意味着我心胸狭窄 是不是意味着我道德品质 就有点问题啊 还有一个是这个嫉妒本身也很难受 倒不是能轻易消解的 对 就是我们特别想要去消解它 就是因为这种感觉我们是挺难受的 但是你仔细去想 我们为什么会因此难受 是因为我们不想要这种感觉 但其实呢 这个感觉又是人的一个本能 那我们又想对抗自己的本能 这当然很难受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每次有这样提问 我就告诉他们 我也嫉妒别人 嫉妒就嫉妒吧 于是这个嫉妒它就会变成一个背景因 就是我嫉妒 但是我还是该干啥干啥 我不会被这个嫉妒完全的控制住 而且嫉妒它是有功能的 为什么我们人就是会嫉妒别人呢 因为嫉妒会带给我们动力 就是当我嫉妒我身边的人的时候 其实它代表了我内心的一种需求 就是我想要变得更好 还是一样回应自己的需求 对对对 那我就看到我的这个需求 然后我去努力就好了 当我努力的时候 这个嫉妒它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它提醒过我了 提醒我要上进了 然后它的提醒我也收到了 我也确实去上进了 OK 那它就作为一个信号 它就变成那个背景因 我就不要过于的去在意它 这一般来讲可能负面情绪更有力量 对 也更真实 对 能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在一个人类 通过社会比较 你也会发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是有位置的 像刚才聊的可能和这个苦比起来 就是一丢丢 这个苦就是微小苦 小苦 中苦 中大苦 特大苦 特大苦 就是导师之苦 就是来自于我们这样讨厌的人的苦 有哪些呢 害怕跟导师沟通 就是看见导师在那个微信里边 那个小妞妞 然后亮了 然后他就要死了 然后呢 这个担心发生冲突 然后导师说过他什么话 反复在那反除 回去以后难受好几天 同时呢还害怕这个就是导师给的这个负面评价 然后一上网发现 呦这是不是在CPU 然后POA我呀 怎么怎么回事 反正导师是人在上硕博阶段可能是最大最大的痛苦来源 但这个真的特别特别难 我在说的时候我都觉得好难啊 比如说有些学生他可能遇到导师真的对自己不太好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其实第一件事还是说承认我现在受到的伤害 我觉得还是要承认自己受伤了 就是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很受伤 有的时候我们不敢承认这个 老是觉得就是导师就该是这样的 如果我就是如果我感到受伤害 说明我这个人不够坚强 我们会给自己这样的伤害 可是这个时候确实是需要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我就是受到了伤害 我很难受 我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处理我的难受 可能老师这么说的时候 我当场哑口无言 我没有办法 但我心里其实是受伤的 其实承认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 承认这一点之后 另外下一步就是告诉自己说 这是这一次的事情 就是就是我试着把这件事情当成是此时此刻我的一个经验而已 就下一次再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是此时此地的 也许下一次我没有那么受伤 但这个真的超级难 我越说越觉得难 难的点就是在于说这些道理确实很容易知道 但其实实践起来它是需要一些刻意的训练的 比如说我怎么才能意识到我此刻的想法 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呢 比如说我怎么才能知道我此时的感受就是我很难受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的 如果我们没有专门花一点时间去承认这一点的话 所以如果比如说我又要跟听的小伙伴喊话了 就是如果说你在生活中就是频繁的遇到这样的苦 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机会吧 就是当成是一个无论是学习跟自己 还是学习跟别人相处的机会 这里确实有很多心理学的方法可以帮到大家 但是想要去掌握这些方法的话 确实不是我在这儿说几句话就能解决的 它其实是需要我们做很多很微小的实践 就是对自己想法的理解 对自己情绪感受的理解 以及对客观现实和主观想法的一个澄清 这些功利我们过去的教育中并没有告诉我们 对是好多人会觉得承认自己受过伤 或者承认自己不够好 这个本来也会被人看低 就是包括这个社会很多时候会要求你表演坚强 就是我是可以的 Yes I can 对吧 我要表演坚强 我可以胜任一切 不然的话就会变得像一个弱者 而很多时候其实就包括我那本书学术咸鱼 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吐槽自己和自嘲是一种终极的自信 对 当我能够觉得我就很弱 我愿意变强 我是个咸鱼 我愿意某一天变成锦鲤 这个时候的时候你把自己才能净空 当你净空的时候才能装进东西才能获得 其实导师和学生的关系里边一个非常大的点就是导师在跟他共事的过程中会提出要求和不足 然后这个不足就会变成一个人过往不够坚强不够好的充分的证据 就导师又加了一个证据 我本来就没收集证据 你又给了我一条 而且导师为什么讨厌呢 就是因为你做的十件事 或者是十个跟他的交互里边 可能只有半个是没有当 其他都是在这改改吧 那改改吧 要不这样更好 要不这样更好 他这个和措辞都没关系 他没有骂你 但你觉得他每句话都在骂你是个大笨蛋 是的 就是当我们承认一点就是我做的这些跟学术有关的东西 绝大部分都是不足的 这是一个基础的事实 它不代表我这个人不行 它是这个行业或者这个事的内在的一个属性 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 其实就能把这些当成 这是个很大的宽慰 这样的话那些批评也好 那些指出我不足 它就变成了我的信息 它变成了我成长的一个 就是对一个证据 或者说能够促进我改进的一个方向 那我跟这个事的关系就不拧罢了 没错 所以我很好奇啊 杰老师就我们聊了这么多苦 我也给了我的一些回应 你觉得这些就是你听完之后会有什么感觉 就是很多呢 他可能你看我一直做的这个事 从去年3月1号开始跟同学们对话 包括做了很多的视频这件事情 它就像一个冰山一样 我说的是那个山上面的那一部分 就是我们可视的可见的困难 你上学的期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人际的困难 然后包括咱们要努力要加油 要有积极注意力偏向 我要把事情做下去 然后有一完成感完整感 然后都说的是这一上面的一个部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心疼大家 害怕大家因为没有做成事而不做事 因为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人会愿意做自己做成的事 对 大部分人 对就长期有挫折的时候 对自己的信心就没了 对力就没了 我之所以推着大家鼓动大家去做事 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完成感 能够通过做成事 鼓励大家不断不断的去做事 完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是那个上面那一部分 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更心疼的是 下面一个部分 也不能苛责 就包括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 谁不是把自己想着脆弱的自己 一个宝宝的自己 然后组装起来 走出家门 硬着头皮去完成社会功能 对 我们成年我长这么大我也一样 就不是每件事我都愿意干 不是每个人我都有那个勇气去见 见的时候也是白爪挠心 各种各样的这种都有 然后所以说 我是觉得也不苛责 只是你们这个东西 我试了一个月以后 觉得这是一个跟自己对话 和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充盈的一个契机 对 而这个契机很宝贵 就是那个冰山下面的底层 所以我觉得呢 在这么浮躁的社会 咱也不用苛责自己 我们都是普通人 一方面冰山上面该干啥干啥 回到老本行 还是要做事哦 然后同时在冰山的下面 我们有基础 有基石 然后要慢慢的去爱自己 其实今天钱老师叫我来 我还挺高兴的 因为我们就是对我来说 我是学生时代的过来人 就是我特别感同身受的一部分人 所以我真的是很想给大家提供一些特别实际的帮助 所以我们给学生是提供了一个150块钱的大额的优惠 而且我们一开始我们的优惠范围是仅限在校的学生 包括本书博 后来我们干脆把我们的学生价就又扩大了范围 是毕业一年内都可以享受 那是特别好 对对 在我们的公众号暂停实验室 就是在微信上搜暂停实验室 暂停就是停下来的那个暂停 对 然后输入我们的钱静老师的关键词 就是钱静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个专属优惠 值50 对 然后如果输入的是钱静学生价 就可以获得150元的特大优惠 对 我今天跟你聊了这么多 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人要看见自己的需求 对 不管它是什么 它既真实又自然 同时是属于自己的 我觉得人生苦 但是苦着能过 能过下去就能有甜 甜着也挺好 然后等着下一个苦 或者和苦相伴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对 对 我觉得我们能提供的一个是说 怎么样带着这个苦去做事情 让这个苦少影响自己的效率 对 另一方面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打开 能看到除了苦之外 还有一些希望 还有一些乐趣 还有一些成就 还有一些收获 其实这是 这两个部分都有 当我们注意力太放在苦上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被它缠住 现在我们可以跟它稍微保持一点距离 我们承认它并且看到更全面的生活的样子 非常多年前上学的时候 基本上苦就是你忍着 别人也会告诉你说忍忍就过去了 但是它没有一个好的工具 就是你只有一个忍的大法 是吧 变得越来越能忍 当然这也是所谓的叫resilience 就是心理韧性 可是很多人 他可能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当你觉得不能忍的时候 也要看见自己的不能忍 要去锻炼 然后要去健身 要去情绪和心理方面的健身 对 你这可以嗷嗷叫的 哭啊 对吧 那哭完以后不是还得忍着吗 它就没有提升能力 最后就只能是这么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 这个其实也是 就是如果能有一个好的工具 帮助自己的话 你慢慢 你这个人生得多开心 是吧 可是乐当然也不怕 对吧 那苦我也不怕 那活的就是叫做得自在 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前几天在直播的时候呢 有一个话题 我们互动的非常的激烈 叫什么呢 就是见不建议读博士 或者读博士这件事 本身是喝水这个问题 我想在这儿跟大家聊一聊 作为我自己的话 我本身还是非常建议 普通人去读博士的 什么叫做普通人呢 我来定义一下 普通人就是指 你自己的家庭背景 你的能力本身 在你读这个书之前 根本不认识你行业里面相关的人 你们家不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 然后你干的这些事情 你的事业 他们是帮不上一丁点忙的 家庭累积不够深 是吧 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丰厚的资源 那这一类人可能就是普通人 就和我们一样 是吧 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都是一样的 对于普通的朋友来讲的话 我比较建议去读博士 有的人呢 家庭背景深厚 对吧 他可能大可不必在20多岁的青春年华 去付出如此大的一种折磨和苦去干这样一件事情 对他们来讲可能这个成本和收益的比例是不值得的 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 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的 为什么值得呢 他给你累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叫做门槛 他能够帮助你去在就是好事里边又有门槛的事里边求得一个机会 你想想如果说不是大学教职要有一个门槛叫做博士的话 我们这种普通人有几个人能够进入大学去教书呢 这个门槛极大程度上面帮助我们实现了找到一份累积性的工作 这样一个小目标 什么叫做累积性的工作呢 就是这个工作随着你的年龄的不断的增长 日子有功 过一天有一天的功劳 他在不断的累积性 而市面上很多的工作 他是消耗你的 他消耗了你的青春 消耗了你的年华 而你随着年份增长的经验又不是一个非常强的正相关 可能前三年正相关 然后之后就是这样 之后可能这样了 所以这种累积性的工作又加了一个门槛的话 我觉得还是对于普通人非常非常大的福利和庇佑 同时呢 我觉得还建议大家思考的时候可以想这么一个方向 我们都会去衡量性价比嘛 这个很真实 对吧 也很能理解 如果说大家不去读博士 有一个自己非常心爱 然后有召唤 有理想 然后或者说 哪怕你觉得躺平很舒服的这样一个工作 你的你开心的 你如意的工作的话 我觉得可以不去读 甚至可以不读研究生 直接就去工作 但是对于好多人 没有什么喜欢或者不喜欢 对吧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念想的时候呢 我还是建议你既然读了研究生了 就去读个博士 By the way 我这里插一句啊 经常有朋友来问说 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读个博士 我觉得你这个话的语境语调 和我理解的此时此刻的这个市面上的现实是不符的 市面上的现实是什么样呢 是你一个人想要在研究生毕业以后 在国内或者是国外 是吧 现在讲学金也非常少了 然后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博士的这样一个 位子 就是博士候选人的这样一个位子 是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 所以你的问题并不是说 老师我是不是应该去读个博士 而是应该尽快去做了决定以后 去寻求谋求求得一个博士的position 人都不傻 当大家意识到一个事 然后趋之若鹜去做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好事 然后这个视频呢 仅仅就是作为一个抛出来的一个引子吧 然后可能很多人也并不同意我这个说法 或者说很多朋友在自媒体上看到了非常多就是朋友站出来说 千万不要读博士 尤其是自己家没有背景的不要读博士 我看了简直太荒谬了 你不要把博士中遇到的这种社会上通用的困难架在博士身上去阻碍别人干这件事 这样对这件事不公平 比如说你会遇到人际的困难 那你去上班也有这个困难 比如说你会遇到和导师相处的困难 那你去上班领导也可能给你穿小鞋 比如说你遇到和师兄师姐相处的困难 我的天哪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职场排斥这个词吗 这些困难是一个成年人 青年人是吧 当他第一次介入真真正正的社会的时候 所碰到的通用困难 不要因为有这个困难 然后也因为你此时此刻读了个博士 就说这个困难是因为这个博士造成的 这对博士不公平 你也阻碍了别人去探索这条路的可能性 这是太不好的一件事了 同时呢 跟大家说一下 博士呢 不是唯一的路 但你千万不要在还没有怎么着探索的时候 就把这条路给堵死了 同时 我从教十几年了 最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很多朋友明明他在本科的时候 跟着我做过科研 以我的观察和实际的这种结果来看的话 他不仅善于做 他也不讨厌做科研 这种朋友呢 经常过来是吧 非常搓着手 跟我说老师我不想做了 我想去上班 然后我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人家都说没必要读个博士 我家里也不太懂 就觉得还不如出去上班吧 就是掏心掏肺的难受 觉得就是这种氛围 对于年轻人的影响 我觉得不能一边倒 这是不对的 可能有非常多的面向 你可以去考虑 但是不能在最早的时候 就因为某一个氛围 而去掐灭了自己的一种可能性 这对自己不公平 是吧 对学术界也是一种损失 我就单纯的觉得非常的可惜 今天呢 就跟大家探讨到这儿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啦 或者你的冲突和纠结 内心的这种啊啊坎坷 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非常乐于跟大家进一步的去就这个问题来探讨 我是钱静 我们下期再见 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前面呢跟大家聊到了联系导师的问题 我们现在接着这个系列 跟大家聊一下 很多考研的同学或者保研的同学 之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就是作为门面的学术简历 今天这期呢 我就要站在老师的角度 分享给大家学术简历书写的一些tips 无论是提前联系老师 还是在面试的过程中 都需要一份学术的简历 这个简历呢 最好是在一页纸说清楚 老师呢 通过这一页纸或者面试官 在很短的时间里边 看到学生的基本情况 专业基础和科研经历 所以说这就意味着 大家写的东西 需要是心仪学校看中我的简历和经历 而不是说我干过的事的集合 这两者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要对能够写在简历上的经历 进行取舍 一般而言呢 简历打致分为几个部分 基本信息 专业背景 科研经历和能力 综合素质 以及其他比较亮眼的技能 以及你的性格 可能包括这些 下面我来具体的说一说 每一个模块 在我们这个学术简历中 需要如何的展现 有什么值得大家注意的点 首先呢 是基本信息 你的姓名啊 证件啊 出生年月啊 个人邮箱啊 政治面貌等等等等 这些基本的 第二个部分呢 教育背景 就是业的院校 你的专业 入学的时间 毕业的时间 具体的GPA 以及你的排名 这些东西呢 一定要非常慎重 这些是你基本的个人信息 这些个人信息呢 可以帮助老师 对你这个背景呢 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印象 像这些基本的信息 客观的东西 一定要如实填写 认真的反复去确认 不能有任何的伪造啦 瑕疵啦等等 然后呢 可以简要的提及 自己的主修的课程 这里呢 需要对大学四年的 这个课程进行一个筛选 原则是选 你要报考的那个专业 非常相关的课程 当然这里边 你也可以选一些 既相关 你成绩又好的 这个课程 是吧 然后把这个课程的成绩 写在括号里边 放在哪里 因为这是你一个 特色 也是一个加分的项目 比如说你报考的专业 是人力资源管理 你本科学的管理学 应用心理学 心理测量 组织行为学等等 这些呢 就属于比较相关的 基础性课程 如果成绩比较好的话 当然这也是一个加分项 另外呢 英语作为大部分导师 比较看重的能力 成绩也可以写在 这一个部分 或者写在最后一个部分 如果呢 你是一个高分 通过四六级考试 你可以标注 还有呢 如果你通过了雅思考试 是吧 或者托福考试的同学 也可以把你比较好的成绩 标注出来 第三个部分 是科研经历 这个部分非常关键 你可以听出来 是吧 前两个部分 法善可乘 认真去做就可以了 老师过前两个部分的时候 一般心里是不会有悸动的 而且这两个部分 没有什么可以跟你聊的 因为这毕竟是面试 对吧 老师要找出 可以跟你聊的点 而科研经历这一部分 可以说欠人欠面了 有的人呢 几乎什么也没有 或者没有什么亮点 就没有把功夫下在这上面 有的人呢 哎呀 非常的丰富的科研经历 看了以后就特别的心动 所以下边呢 我们就来看看 科研经历这一部分 怎么去做 科研经历包括什么呢 可能包括你参加过的竞赛 以及呢 一些参与其他老师的项目的部分 我们一般会把重点放在竞赛上面 就是学生圈里边比较懂那些东东 而忽略了参与过一些老师 比较成熟的项目 里边做过一些 比如说书记收集了 比如说做过实验了 当过主师了 等等等等 我认为这一部分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但是没有引起同学们足够的重视 同时呢 需要去指出来的是 这一部分呢 你一定要写明 不管你这个经历是什么 你在这里边的角色要强调清楚 为项目做出了什么贡献 过程中积累了哪些相关的科研的经历和能力 大家可以按照在什么样的背景下 项目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你付出了哪些实际的行动 最后得到了哪些成绩和结果 这样的这个结构来串联和表述 你要把这个东西去具体的写出来 做过科研 对科研有概念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同时呢 如果说你进了这个视频 你不是一个考研的同学 你是未来要考研的同学 这里也给大家一个警醒 科研经历 对一个人去面试 未来读研究生来讲 尤其是学术研究生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分项 大家一定要在本科阶段 把这个事情重视起来 像我自己的组里边 就有二三十个本科的同学 在一起做着国家字科这样的项目 那你想象一下 这些同学在未来的面试中 把这些相关的经历 包装在简历上面的时候 是不是就能够平行去PK一看 原来他还有一些老师的语境里边 看重的 看得懂的科研经历 这个一下就加了分了 如果呢 你是那些非常非常优秀的同学 你有科研发表 那我认为呢 你可以把科研经历和科研发表 列成两个条目 这样的话 能让你的科研发表更加醒目 在科研发表的部分呢 你要列清楚 你的论文名称是什么 你是第几个作者 发表的期刊是什么 发表的时间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是接收的 也是可以去被认可的 写完的作品 也可以当成工作论文 Working paper 列在这一部分 如果还没有写完 就可以不要罗列了 下一个部分是 所获得的荣誉和奖励 很多同学呢 会在这个部分 大篇幅地陈述自己的成就 但是我认为 一定要分清主次 按照奖项的重要程度 比如说国家级列在最前边 首级市级 慢慢这么去罗列 社会实践部分呢 其中可以包括 这个学生工作啦 实习经历 这一部分的核心目的是 告诉别人 你除了做研究 所谓的看书 看paper 然后琢磨 学习这些认知能力以外 还有另外一部分 非常重要的能力 叫做社会交互能力 对吧 尤其在我们社会科学里边 跟人打交道 交互还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能力 所以能够让别人看到 你是重视这一部分能力的 并且在本科的阶段 有付出实际去提升 比如说我看到 一个学生干这些的话 可能也会 这个人没有那么自私 对吧 有的同学会有这样的疑问 说会不会有导师 或者是那面试的老师 觉得参与了好多学生工作的学生 觉得他们没有时间 不会全情投入到学习中呢 可能会的 所以说这个部分要有所取舍 你把你参与的这些东西里边 找出两三条亮点 放在那里就可以了 不宜过多 不然会有你刚才说到的那些风险 至于实习经历呢 我觉得如果有 并且和专业相关的话 可以写一两条 如果不是特别相关 或者说没有的话 也可以忽略不写 因为这不是一个工作简历 是吧 这是一个学术简历 最后一个部分呢 是个人的技能 你要写一下亮点技能 比如说呢 你掌握的一些专业的软件啦 编程的能力啦 然后也可以提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 就是你那些比较有意思的点 是吧 提一两点就可以了 体现一下自己的这个综合的素质 再补充一点 如果科研经历 或者科研发表比较薄弱的同学 可以在最后一个部分 补一点这个自我的评价 去展现一下自己性格上面的光辉 对吧 比如说有的人 你前面并没有 你是有你自己客观实际的局限的 但是你这个个人的性格非常愿意去配合 非常愿意去在一个团队里边 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等等等等 你自己去思考是吧 也可以算是一个个人的亮点 总而言之呢 一页纸非常的短 大家一定要有所取舍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对你的考研上岸之路有所帮助 也真心的祝福大家能够如愿上岸 这个系列已经三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钱静 我们下期再见 你是个笨蛋 你做不到这种 赶紧躺平 我就是有一点点想成长 时而又顾步自封 小心翼翼 我能怎么办呢 你为什么害怕去尝试呢 其实是因为尝试是一种挑战 而挑战会威胁现有的一切和自信心 朋友们大家好 阿B呢 邀请我给18岁以下的朋友 推荐一本书 我想了半天 就挑了这本终身成长 全年龄段共享 都比较合适 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呢 叫做Mindset 直译是心态 或者是思维模式 作者卡罗尔德韦克呢 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思维模式如何影响人们获得成功 是他研究了一生的课题 思维模式呢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会形成 这本书呢 讲了一个事情 就是思维模式的差异 为什么会让有的人一直进步 而有的人呢 咔嚓啊 就止步不前 或者甚至有的人就退步了 什么样的思维模式 才能帮助我们提高 所谓的这个心理的承受力 是吧 然后变得更强壮 更能够非常快速的去复原 帮助我们发展 这本书呢 在美国出版以后 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在美国的这个学校教育界 假如你交流的时候 或者怎么着的时候 遇到一个美国的老师 和他聊一下成长型思维模式 Growth Mindset 大概率呢 他会跟你去说他的想法 就是他会很熟悉这个概念 比尔盖茨呢 也大力的推荐过这本书 他说 你仅仅对成长型思维模式 做个简单的了解 你的思维和生活就会发生改变 好了 说了这么多 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玄妙的成长型思维模式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也讲讲我自己在各种模式中 跳跃的这样一些经历 我们的思维模式呢 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固定型的思维模式 另一类型呢 就叫做成长型思维模式 这两种思维模式 比较典型的区别呢 举个例子来说吧 比如说你是个大学生 在申请国外的研究生 抱了心目中最想去的学校 然后咔嚓 被学校给拒了 一个固定型思维模式的人 可能就会觉得天旋地转 完蛋了是吧 完犊子了 沉浸在失败的这个沮丧里边 其他学校也不香了 妈妈做的饭也不香了 然后也提不起劲去干别的事 但是一个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呢 他这时候可能就会静下心来 总结自己的长短板 研究是不是材料里出了问题 还是就是pure bad luck 也有关系 对吧 为了下一次的努力去做做准备 我呢给你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别瞧我比较内向了 但是我骨子里是一个非常不信邪的人 我曾经小时候呢 想申请一个项目 叫做honors program 没听说过吧 没错 我当时也没听说过 后来呢 听好多人说 这个特别特别特别好 同时他还吓唬你 告诉你说 特别特别特别的难 然后这个玩意儿呢 是那个教育体系 本朔博过程中 绝对的金牌 钻石牌 我呢是个英文不太好的亚洲学生 还学了一个极其需要语言高度的 这样一个社会科学的专业 怎么弄呢 是吧 然后到底难在哪呢 是需要长得很漂亮 还是长得高 还是加180 没有人告诉我 于是呢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你不能光告我难啊 对吧 我得知道难在哪 我死心的比较能够踏地呀 于是呢 我就当时给最好的几个学校 我这个专业的honors program的联系人 都发了邮件 你也别说 你能找到他们的邮件 就说明你不是一般人 都有internet 都能找到 你到网上去找 你找不到你来 我教你 我把我目前的情况呢 说了一下 问了一个特别直白的问题 我上过这些课 我就是这个分数 我就是这个鬼样子 我就是想上这个honors program 你告诉我 我还需要哪些具体的写在简历上的努力 让这个变得可能 你知道吗 magic 所有的人都回复我了 还给了和我一样无比直白的答案 你需要上这些这些课 你需要有这些这些经历 然后你就非常可能 然后被我们邀请 之后我就照做了 后续你们也就知道了 当年呢那个学院招了两个honors学生 我就是其中之一 之后我还得了一等honors 然后被邀请去读了phd 等等等等 所以你看成长型的思维 甚至可以帮助一个人获得非常关键的机会 让你的整个人生的这个轨迹都不一样了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这个固定型的思维和成长型的思维 他不是说把人夸插是吧 红豆绿豆分成两堆 一堆是固定型的 一堆是成长型的 而是每个人的思维模式里边 都有固定型和成长型的部分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更多的去提升自己成长型的这个维度的成分和权重 我再举个例子 我也有非常固定的时候 比如说2016年 我就接触到自媒体了 当时的平台 就是现在非常火的那个平台 找过我 我就瞧不上人家 其实也不是瞧不上 你一会儿听我讲 我给出了非常固定思维的表述 我不行 我不能照照片 我晕手机晕相机 我录视频的时候会晕过去 我可能平常说话还行 但我一对着这个玩意儿 我就不善表达 我不能面对媒体 我没有时间等等等等 也就是因为这个 错过了非常好的这个风口期 之后的结果你看到了 是吧 咳咳咳大家都起飞了 2022年初的时候 因为一些事情 我觉得人要改变 于是我转变了这个固定思维的部分 变成了一个成长性的思维 觉得啊 管他的 去试试看吧 于是就录了第一个视频 于是有了今天的一切 从根本上说 人在固定型思维的时候 行动的核心 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 你为什么害怕去尝试呢 其实是因为尝试是一种挑战 而挑战会威胁 现有的一切和自信心 如果做不好 就是说你看 你不行 你不够好 是吧 从这一点上来看 固定型思维模式 其实是一种终极的 自我保护和自保求生 那种方式 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感觉到 安全 强大 有价值 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想 嗨 人嘛 是吧 成长性思维好呗 但是我就这样呢 然后你说的这些 我也做不到 我就是有一点点想成长 时而又顾步自封 小心翼翼 我能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书里边 讲到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于哪里呢 就是我们俗话里边说的 人贵在自知 了解了这两种思维模式 了解了我们都会有 了解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以后 你有时候就会反观 自己好多的决策 反观自己的情绪 反观自己对于各种各样事件 包括积极和消极的这种注意力 而这种思考本身就非常有意义 同时呢 作者在书中说 你想要改变 你想要像我想要改变这种 固定性思维模式的时候 不一定惊天一个雷 把你一批 他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分为四个步骤 叫做承认 观察 命名 教育 简单的说 就是承认自己的固定性思维的模式 就是刚才咱们讲的那个 观察他怎么去给你贴标签 然后教育他 比如说 你这固定性思维模式 这小妖怪 是吧 他可能就是说 你是个笨蛋 你做不到这种 你别挣扎了 你听我的就这样得了 赶紧躺平 这时候呢 No 不行 你要教育他 你要跟他说话 你说我 可能一开始没有别人水平高 但是不代表我永远不如别人 也不代表我不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 我没有努力过 怎么知道不行 我想要试一试 你能不能够支持我一下 对我有一点耐心 哄哄我 向着我 爱我一下 是不是很好玩 就是人呢 接受自己的身体和想法的一部分 拍拍自己 抱抱自己 然后和他对话 劝他变得更可爱 更支持 更具有成长型的思维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全部的分享 让我们终身是个宝宝 终身快乐 终身成长 我是钱静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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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同时工具人又叫做什么呢 是一种人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通过这个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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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关键 感谢观看 这里呢我以medley为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款软件怎么能够辅助我们进行科研 然后软件呢可以在官网去下载 很方便而且大部分功能是免费的 首先来说呢这个medley里边有一些分组 比如说recently ended里边可以找到你最近读的文献 favorites下边呢可以找到你做这个星标标注的文献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你还可以建立新的文件夹和子文件夹 并且进行命名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自己的文献 按照你习惯和喜欢的逻辑去给它在软件里边管理起来 然后呢你可以去选中这个文献 添到这具体的这个文献夹里边 再点击左上角的这个按钮就可以导入相应的文献 此外呢在建立的这个文献夹下边 会显示文献库里边所有文献的这个作者信息 通过这一个区域呢可以实现按照作者的名字 进行文献的搜索和查阅 medley这个操作界面的主体就是导入文献的这么样一个列表 列表里边会显示每一个文献详细的信息 比如说作者标题发表年份发表期刊名称和这个文献添加的日期等等信息 如果想要搜索一篇文献你就可以在操作界面的右上角点击这个search 这个命令框然后输入你可能有的作者或者是出版信息或者关键词等等就出来了啊 另外呢有一个我喜欢的功能就是你点了文献以后 他这个文献的信息不仅有刚才说到的那些信息还能够看到摘要 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啊就不用说像我们那个在文件夹里边点点点点点最后再打开才能看到 这样的话能节省大量的时间 同时相当于你在自己建立的库里边去搜索 这也是一个当你不想扩展自己认知的时候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方法 策略四掌握文献阅读的技巧 当你把这个文献下载好了整理完了以后呢 其实阅读是最为关键的因为这个才是我们输入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对吧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其实你的这个阅读的效率会提高 首先呢我建议大家养成做阅读笔记的习惯 尤其是在精读的时候 在通读文献的过程中呢可以配合一些文献管理的软件 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medley和Ztero 还有织网研学notexpress等等都可以实现一些标记重点 花终点然后结论等等等等 把这些进行标记记录做笔记的这样一个过程 同时呢这个过程也可以帮助你在阅读的过程中去思考 有一定的累积性 我呢继续以medley为例 medley具备一般的这个pdf阅读器的这些功能 可以直接阅读导入的文献 在阅读的过程中呢可以实现对重点文本进行一些标记 并且可以选择这个notebook的功能 记录自己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具体的想法 做好笔记会直接的汇总在右侧的这个界面notebook中 有一点比较遗憾啊 就medley做出的笔记只能简单的对字体进行加粗 然后写体等等调整 不能够具备这种添加图片 或者是把它变成彩色的等等这些复杂的笔记功能 对于喜欢做笔记的同学 尤其这种彩色笔记的同学呢 推荐一个工具叫做思维导图 我用一个软件叫做xmind 可能大家也在用 思维导图呢可以帮助我们在科研学习和阅读中 提升这个阅读和做笔记的效率 尤其是你在看文献的时候 可以帮助我们搭建一个框架 这样的话下一次你再去看文献的时候 就不用说啊我这个从头看起了 对吧我可以利用这个框架去提示自己的已知 然后再继续去学习增加一些位置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知识累积的这样一个过程 同时呢在阅读英文文献的时候 有些同学会觉得语言会造成理解上的一些困难 当然直接读懂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遇到困难呢不要怕是吧 也同样有工具 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边缓冲一下自己这个英文的难题 借助翻译软件进行理解 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几款这个比较好用的翻译软件 比如说知云文献翻译软件 Deepair这个我原来介绍过 是吧在线翻译 福新翻译等等 都是相对能够起到辅助作用的这些翻译的工具 在视频的最后呢 推荐大家一些可以检索中英文文献的网站 同时有好多这个图书馆 比如说我们北池大的图书馆 它有自己开发的这种搜索的工具 都非常的好用作为大家的参考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我是钱静 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沐许 今天要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第一个工作的那个学校 在温州这边 因为五一的时候正好回家嘛 正好呢我们这里的学生 他在今天五月三号的时候要拍毕业照 家长的话起初的时候就开始邀请我了 本来我是不好意思的 也拒绝了很多次 因为毕竟我在三年级的时候就离开了 算是半途而废吧 而且我也怕他们现在老是介意 但是呢后来了解到他们现在老是也非常的欢迎 然后孩子们一流发消息过来 再加上上次可能是匆匆离别 这些见面就算了 好好告个别吧 我已经到了 但是我不知道保安会不会让我进去 喂 喂 小萱妈妈 这六六班在哪里啊 几楼啊 这两个一楼三楼 三楼 好的好的 这两个一楼 好的 马上 趁放假 学校在装修 和其他老师寒暄中 刚才有个家长跟我讲 说孩子直到我今天要来之后 哭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把我逗笑了 你看那个拍摄什么 是那个机率上吗 不是 他不是有件 不一定 不一定 现在就坏了 这个大家早点要讲 现在就讲 现在就讲 对 我进去的时候闹哄哄的 摄影大哥管理了好久的几率都不管用 还是一二三管用 亲爱的孩子们 自上次一别 转言你们即将要毕业 春去秋来 寒来暑往 三年后我们再次相见 你们早已是翩翩少年 心中有千言万语诉说不完 相识是缘 虽有时空的相隔 但人没有斩断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 毕业之际 我想说 毕业它是一首离歌 但绝不是悲歌 让我们静静回眸这些年奋斗的日子 挥手告别那仿佛昨日的懵懂少年 愿你们继续整装待发 昂首展翅 飞向人生的另一个海阔天空 现在是学生上来拥抱老师 我完全被淹没了 不得不感慨 现在孩子长得实在是太高了 像我今天穿的鞋子 应该还有一米六二六三左右 但是他们一个个站起来都比我高 学生给了我一封信 待会拆开看看 之前在学校的公众号上 看过他们的午睡椅 可羡慕了 孩子们可以躺着睡 南京都没有这个条件 其实这个学校 它还只是一个公办的乡下小学 但是它的教室面积真的很大 不仅孩子们都有柜子 而且旁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阅读区域 这里不得不感慨一下 温州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还是很大的 之前我在视频里讲的那个七色卡 哪有这个七色 这是我们学校的吉祥物 所以我经常在会课里面说 大家好 我是我们的杨阳老师 这就是杨阳老师 好了 接下来要去拍毕业照了 孩子们又换了一套新的衣服 非常的有精神 最后是拍个人照 我大概摆了三个造型 到了动车上 我就迫不及待的想打开来看看 他说 遇见您那时候 我还想把所有的不好都留给了您 你看 小孩子觉得 他们对我不好 其实我觉得 我快欠了他们 小朋友还在上 您没有看到我竞选大队委 当上任大队长 也没有看到我们在运动队男子一 也没有分享到属于我们一群人的快乐 让我们遇见了周老师 所以说就相互陈旧 那段时间真的很快乐 很真诚 我觉得 在陪着永生难忘 小小八卦一下 是现在的爱情状态如何 读完信之后 我觉得能遇到这样一帮孩子 何其有幸 说实话 在一二年级的时候 我并没有把他们带得很好 包括很多孩子的潜能 也没有被我激发出来 严格意义上来说 我并不是一位好老师 而且在我教他们这么多课当中 最成功的一课 竟然是教他们学会离别 可是看到他们后来越来越好 我也少了很多遗憾 是他们教会了我 知足和坚持 春天了 要春招了 今天邀请到七点姐姐 然后继续给我们去看一下 春招里边的问题 怎么去回答 我们今天选了一个 只要准备一下 就能够大幅度提升 你的气质的一个问题 叫做你为什么应聘这个公司 我其实呢 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要吐槽的 就是废话 我来了 然后你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应聘这个公司 我该怎么说呢 这个问题从何而来呢 其实啊 我是想确定一下 你的动机是什么 我的动机就是想在这工作呀 所以说是想来这工作 市面上有这么多公司 你为什么单单只选了这一家呢 你到底有多肯定要选择我们呢 我在跟你吐槽的时候 忽然想到一点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爱问 这就是换一个位置 换一个脑袋 就我们经常来面试一排的时候 坐在这儿 也会问 像你们MBA 或者是这个研究生 你为什么选择北师大呀 这确实也是一个高频问题 那如果从这儿的话 我的理解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对 算是个态度问题 我也怕你把我当成了备胎 其实我不介意 你把我当成备胎 但我想要知道 为什么我是你的number who 而不是你的number three number four 还是想知道一些 深层次的原因 那回答这个 有没有什么方式方法 或者模板 是有方式方法的 首先在确定动机的时候 你要去分析所在的行业里面 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行业 因为我们这个360行 行行出状元 你到底为什么要确定 进入这个行业 我首先先确定 你在这个领域里面 然后在这个领域里面 有这么多家公司 top的 风口的 新的 创业的 那你又为什么选择了 我们这家公司 是哪一点吸引你了 是不是可以针对性的 来进行分析 这也表明了你的一个态度 你最起码花了时间 在分析我 研究我 你还是有态度的 那在这点上 我就会给你加分 一问三不知 哎呀对你们公司也不了解 也不知道是处于一个什么地位 也不知道创始人是谁 也不知道未来发展 那请问你来 是做什么的吗 我就要画一个问号了 你说的这个很对 但是在实际生活里边呢 比如说我们一般 问到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 为什么选择我们学校以后 对方的答案 有的就是没准备 有的就开始背了 北京师范大学 是一所历史悠久的 985的学校 然后他有丰富的底蕴 然后有非常好的师资 等等等等 就开始背这个了 尴尬 很尴尬 说实话你在背的时候 我的注意力已经被分散掉了 我真的不想听 因为北师大真的不用你介绍 我比你更清楚 那应该怎么办呢 对 简短性的介绍 我对北师大一定了解 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行业的位置 就可以了 非常简短 我认为你思路清晰 最起码在定位里面 你是很OK的 不需要很详细的去介绍 他的历史发展 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件 因为我的时间有限 我希望你在30秒内 就可以介绍清楚 你想表达的事情 而不是说很详细的 很重要的去把它介绍出来 那其实还是要简短而真诚 比如说你们这个公司 就是行业里面一个中等的公司 我如果去应聘这种公司的话 我可能就会说 我自己就是一个比较脚踏实地 比较踏实的人 我就喜欢一个踏实的公司 这个可能对方在心目中也会接受 这种踏实 比较中性的词 这样你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气质 和它对接起来是比较真诚的 还有比如说 我看到比较好的答案的话 就是说为什么选择北师大 我喜欢师大的气质 它就是比较踏实 比较稳健 比较朴素的这一种学风 那你如果能够把这些东西 稍微做了解 然后说出来的话 再和你自己的个性 或者是自己的这种 个人发展和职业诉求连接起来 我觉得就很好 这就说到了一个适配度 不是说最好的我们应该怎么样 而是说 它现在这个状态 和我所要追求的状态 是一致的 具有匹配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 如果我去应聘一个公司的话 备问这个问题 比较好的方法就是第一 我说这个行业我喜欢 第二 行业里边 你们此时此刻 这个公司我喜欢 既有一些主观 又有一些客观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这个公司的气质 这个行业的发展 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 和我个人的气息和气质的 这个问题就显得你 有逻辑 有情感 然后有理智 有真诚 那说到这的话 这个问题有没有坑呢 这里面最大的坑呢 就是不要被HR牵着鼻子抖 一定要坚定自己的选择 怎么讲呢 他们经常会问 那你为什么不去这个行业的 Top1的公司去面试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那问出来以后 可能那个面试者 内心的OS就是 就好像我不想去似的 就像我在这问说 那您为什么不去北大清华呢 是吧 就他肯定想 我能去就去了吧 是吧 然后肯定去不了 好 然后所以在这 那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 所以这个问题在答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我去不了 会让一种感觉说 我是剩下了 所以才来你们公司 虽然是事实 但是你不要上当 无论他问什么样的问题 你只是要坚信一点 就是我是坚定的选择了你 是经过深思熟虑考量过的 无论从行业里面 虽说你不是行业里面 No.1 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适配度 不一定是最好的 才是最合适的 而是最合适的 才是最好的 这里边呢 就有一个常识 他可以说他们家孩子不好 你不能说 不接他这个话 不接茬 但是就是说我喜欢 我喜欢现在这个选择 而且我是一个 选我所爱 爱我所选的人 那这期就到这吧 好 感谢起点 大家拜拜 拜拜 BGM的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两天呢 我刷了两集 这个热播的电视剧狂飙 里边呢 有一个小细节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这个高启强强哥 通过读书 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认知 最关键 他非常厉害的一点是 还能把这些认知 不断的去运用到 自己的行为上面 这一个呢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且据说 这两天各大图书阅读平台上面的 那本书孙子兵法 都是在排名前十里边能占 好几个版本都占着位置 非常的厉害 这也深刻的体现了 大家对于读书 这两个字的想象 我等老师十来年了 经常有同学跑过来问说 钱老师 我特别喜欢讲的课 然后您给我推荐一本书吧 我的心情就像雷击一样 觉得自己水平不够 推荐不出一本书 因为什么 因为我感受到了 那个热切的眼神的背后的 殷切的期待 我读了这本书 我能对这个方向 这个领域 或者这个学科 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或者说 我读了这本书 就能够像 某种状态一样达成 读了就get 但事实上 其实是非常难的 这句话说 我在日常的生活里边 跟同学们聊 读书这件事的时候 都会觉得 书也好 电视剧也好 走在马路上观察人也好 这都叫做媒介 如果一个人 你想要开悟 想要得到启发 具有思考 然后能够把这个东西 看进去 不管它是书 还是任何一种媒介 其实都可以得到一些 误导的东西的 不仅仅是说 去读书 这件事本身 或者说 很多时候 我们想要去 通过一本书 达成一个人生的飞跃 这个是很难的 还有一些朔博的朋友们 经常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什么 大家希望通过读书 已经是读了研究生 或者是博士了 但是依然大家希望通过读书 去了解这个学科的知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理解和认知上的问题 五官上认为 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个领域的前沿 还是要去读文献 读文献是读书所不可代替的 或者说 如果你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你想迅速的上道 进轨 那么最好的办法 并不是去读一个书 而是应该去找到这个领域里边 排名比较靠前的 比如说前两名 Top2是吧 中文的期刊 以及你找到这个领域里边 Top2英文的期刊 去浏览一下 最近五年 这些学者们核心所做的东西 你只看标题和摘要就可以 不用细往下看 这个才是进入一个领域 或者说 你想了解一下 自己是不是真正对这个领域里边的知识 感兴趣的一个最好的测试的这样一种智能针 而不是说 从你给我推荐一本书 我去看了这本书 然后我在想 适合读这个链条拉的太深 太长了 没有必要 你应该直接去介入到这个领域最前沿的东西去 那么你可能说了 是吧 老师我可能不是这个专业的 或者我对基础的知识不了解 那没有关系 当你看到这个里边 大略浏览了一遍以后 锁定了某一个相对小一点的方向以后 那你可以对里边你不熟悉的词不熟悉的东西找一本基础的教科书来 去看这个教科书里边所陈述的东西就像是一个所以一样 有什么不清楚 去教科书里边找 这样的一种方法可能是一个更合乎认知逻辑的这样一种方法 同时如果说你想要去迅速的了解某一个领域的知识 我不建议你拉开比如说京东啊当当啊这些网站 然后去看啊 比如说你的心理学感觉 你啪打开心理学 然后看标亮前十名的书 不要这样去看 我们如果说想要去对科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的话 最好是去找一本科里边比较经典的教科书来去读 而不是去找这种市面上运营过的抗销书去读 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铺垫底层架构和知识的这样一种方法 好了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了这么一个事 就是我们在日常学习还是成年世界里面成长的过程中 可能都会接触到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的渠道 一个是书籍 一个是这个期刊 这两个的观想的 同时呢我作为一个学者讲的话 这两个是要齐头并进的 在市面上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 有一部分经常看书非常渊博的学者 瞧不起那些发paper做期刊的学者 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可不必 这两道能够把它积累都是一种积累 你看过的paper和你看过的书一样是你的积累 这两个不能互相替代也不互斥 我们可以一边去积累自己所谓的渊博 同时一边去积累自己在长阳在这个科学探讨的路上面 一步一步走的时候这个自己的地图和暗图所记 同时呢我们在发表一流的期刊的论文的同时 也要注意提高自己学科相关 包括大的范畴里边 大的背景上面 无论是社科还是自然科学 你在大的背景里边要积累自己的知识 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记写论文 同时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学者 最后呢就是一个小点 在读研究生和博士的同学 千万不要沮丧 我们经常沮丧的一点就是 我做的论文感觉没有用 回归到那个逻辑上面来讲 你做的论文是在记刊的轨道上面 它有它的逻辑 它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 我们要把它做好 这个逻辑上面做好也非常不容易 同时你可以利用闲暇的时光 或者说人生各个阶段的重心的 这样一种偏移的方法 把这一方向也补齐 你一定能够找到二者之间有用之处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不可忽略的需要血泪汉的 这样一种劳动的结合 也是要付出努力的 而不是自然而然 他们两个就merge 大家想渊博的渊博 想发那发顶刊 好好的去提升自己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还在正月 祝大家年快乐 万事如意 我是钱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来聊一个 在所有的面试里面 都非常重要的环节 叫做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一般多长时间 一到三分钟就可以了 一到三分钟 好像有的自我介绍是 没有规定时间 就说你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有的是说 来做一个一分钟的自我介绍 或者两分钟 就是如果没说的话 然后他没有规定多长时间 一般就一到三分钟 你自己心里面记住就行 是吧 那这个一到三分钟里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有一到三分钟 要介绍一下我自己 这时间怎么分配吗 从分配的角度来说的话 自我介绍 放到前面 大概占到5%左右的时间 我们要把大靠90%的时间 还是留在我的实际经历 项目经验等等 各项技能上的一个陈述 最后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我为什么适合这个岗位 大概也占到5%左右的时间 做个总结 那来咱们一部分一部分 三段式 是吧 就和咱们写论文一样 开始 中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身体 然后是一个结尾 是吧 那我开端的话 就等于是要介绍一下 你好 我是谁谁 对吧 然后这个有一个什么模板 在模板上来讲的话 首先进去要先问好 你以为钱 对 这个很重要 有的人紧张的 就进去以后 直接就那个什么 要先问好 那这里边就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我也是好奇 就是比如我们在学校里边进去 随便你溜一个人 叫老师都没错 那我去面试 比如我在企业里边 去面试的话 我应该称呼这个 对方是什么呢 姓氏家总总是没错了 我们在面试之前 都会收到一个 转信的信息 会告诉面试官姓什么 把他的姓底下来 姓加个总就可以了 就是齐总 张总 王总 然后李总 就是各个总就可以了 然后不管什么行业 可能这样去称呼 都是没错的 是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有不止一个面试官的话 怎么办呢 那我就建议就都要问好 都要面面俱到 覆盖到 它一般会有一个名牌 还是什么呢 一般类似于小组面试的话 都会有名牌 如果说都没有显示 你又记不清的情况下 一定要随机应变 各位领导好 就是各位领导好 是吧 或者是可能就是各位总好 等等等等 就反正你要问好 比如说 我觉得比较棘手的一个 就是顺序 就是一 我就搞不清楚 谁是张总 谁是李总 然后今天有两个总 变我是吧 我在那万一说错了 怎么办 或者是 我不知道该把谁排在前面 这可能想太多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就直接是各位领导好 或者各位总好 不管怎么样 表达一下自己的礼貌 总是没错了 是吧 然后呢 我叫什么名字 你毕业于哪个学校 学的什么专业 目前我应聘的是什么样的岗位 非常简短的介绍 就可以开篇了 然后就是我首先 开宗名义 说一下我是谁 然后什么教育背 就是你简历一开始的那一段 是吧 比较简单的说一下 然后就可以说我来干嘛了 对 是的 剩下的内容 我们是要跟简历进行匹配了 比如说我们占用90%的时间 要把这个记号清楚 其实信息呢 是完全来自于你的纸质版的简历的 就是我相当于我的这个自我介绍 需要跟我的简历一一对应 对 是的 然后呢 我怎么去介绍呢 怎么分配 比如说你一到三分钟呢 可能我一分钟的时间 或者一分半的时间 我要去做这个肚子上面 非常重要的身体部分的介绍 那我该怎么介绍呢 要学会总结性的发言 我们把一段时间内做的项目 或者是经历 在什么样的情景 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就可以了 那我们中间这一部分时间 怎么去分配它呢 还是用关键词的表达方式 我们研究它的GD之后 结合自己的实习和项目的经历 把它进行陈述出来 一定要把关键词突出出来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前面的视频 就是关于这个简历的 然后一个逻辑 就等于是我要去研究 对吧 我起码面试之前 我得先看一下 我去面试这个工作 它的GD到底是什么 然后再回顾一下我的简历 是不是一一匹配 然后根据我的简历里边 关于人家的GD 提炼出的关键词 那些核心的 比如说四条五条 非常重要的简历里边的部分 进行一个自我陈述和自我介绍 是这样的 就是关键词匹配法 还是同样的一个方法 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的话 你像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在面试研究生和博士的时候 也会有同样的困惑 就是同学在那念流水账 就是我是谁 然后我做过一二三四五六七 他就把他那个人生经历 给你做了一个回顾 然后听起来的话没错 觉得做了很多 但是没有重点 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砰 非常不建议用被简历的方式 进行陈述 一定要学会总结 而且要跟这个岗位的GD 像匹配的内容结合在一起 就是匹配才是最重要的 对 就是中间核心的那个自我介绍 其实就是你简历的精华版 对没错 简历的口述精华版 就是这个中间这一部分 需要做的事情 对的 好的非常好 然后呢 最后一部分 就是结尾 对吧 然后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一分半钟的或者是两分钟的自我介绍 给总结一下 这个应该怎么说呢 一个是期待加入到贵公司的一个议员 要说漂亮话 对 然后同时我要告诉他 我加入进来能够带来什么的好处 就是说我为什么会跟这个岗位进入匹配呢 你要用直给的方式表达给他 我可以 对因为这个不是写简历了 对 所以我真的可以主观表述了 对 就像简历里边我不能说我很优秀 我可以 我很合适 要我吧 但是口述的时候可以说的 是可以的 我既然已经和你的JD一一匹配了 对 我有关键词了 我把那个核心的部分陈述完了 是 那么收回来的时候 我就要说是吧 各位总 然后我觉得呢 然后我这个个人的这个经历 然后贵公司是非常的匹配的 尤其是这个岗位 我也非常喜欢贵公司的文化 非常期待就是加入这个公司 然后我们可以去成就一番事业 或者一起去做事情等等 是这样的吗 漂亮话不要忘说 对 是这样的 要表决心 表决心很重要 很重要 而且呢 你发现没有 就哪怕是咱们俩的对话 就是表决心这一部分很快乐 对 是这样的 因为让企业知道你有意愿度 而不是说海头 其实他也清楚 你看了那么多企业 那你为什么就会选那么企业呢 是过来打酱油吗 是要过来探一些信息吗 你有多大的意愿 想加入进来 而且肯定性在我们人家看来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成本 来培养一个毕业生 那无论从时间 金钱 人力物力上 我们投入那么精力 当然希望你为企业进行服务了 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个点 就是我们每个人 需要去既说漂亮话 你自己还能接受 不太恶心 就是有的人 为什么说不出这个话 就是他没有真心的这么认为 或者他觉得这个话 好像特别的假 但是事实上的话 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自己认为真的部分 然后可以去用你的语言 表达出你认为真的部分 因为你既然去面试了 你肯定还是对他 有一定的向往的 对吧 然后相对来讲 包装一下 把这个话说出去 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到这的时候 氛围感很好 对 这个氛围不错的前提下 你后边再进行QA的时候 可能就会比较顺一点 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 像我有时候也容易紧张 就是他一般是刚坐定的时候 你来做自我介绍吧 然后这个人还没有一个主人翁的意识 又是个陌生的环境 陌生的人 然后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紧张 该怎么办呢 其实就是多练 你练的多以后 对面做的其实都是大白菜 所以说我刚才说的前置条件是不存在的 还是觉得之所以你会紧张 并不是因为你的个性不够好 或者是你的人格特质里边有什么缺陷 对 而是因为你练的少 对 在寝室的时候拉着室友 在平时的时候拉着朋友 见到人了 就要给他做一个自我介绍 你练的多了 自然而然无论面对谁 都可以很自如的做自我介绍 这还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因为我相信很多同学 很多朋友都会认为 我是因为我就是爱紧张 还有现在好多互联网说 我是敏感性人格 是吧 我是高敏感的人类 然后我设恐 你觉得都不是 对 全是借口 就是练的不够多 练的不够多 那应该练多久 练多少次 练到可以自如的表达 看到谁都可以很简单的 情绪调练反射的介绍出来 而且甚至可以控制时间 一分钟我就可以中间进行节省 内心有时间感 是的 我补充一个例子 就是我上博士的时候 然后我们经常就会蹭那个免费午餐 有的时候那个教授 有的就会买那个披萨给我们 然后叫我们去干嘛呢 就是听他去做presentation 听他去做演讲 为什么他要叫我们去听呢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演讲 在后边 他想练习 你看这么样厉害的人 对 反复练习 他已经非常资深了 然后上了好几十年班了 他都需要去练习 对 所以说什么时候练习都是很重要的 对 一定要提前做好成功 这是很重要的 个人觉得 就是有人在和你自己练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的 而且不要去赋语 什么意思呢 我看好多同学练习的时候 就是在哪 就是他觉得他在默念的练习 这样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感受 对 就是你把语言真真正正 有声音的说出来 面对着几个活人 和你自己在宿舍 在那磨磨叨叨的去念 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的 所以还是要亲身去实践 一遍一遍去练 是的 好 行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你觉得自我介绍有坑吗 自我介绍有坑的 那比如说第二坑的 就是不要背简历 就像我们刚才罗列说的 从头到尾背下来 这个是不建议的 一定要有总结性的语言 这个我有同感 就是好多时候 研究生和博士面试的时候 这个好多小朋友 他们非常认真 然后感觉就是背过 或者准背过 但是你可以背过熟练 但是你不能让人觉得我在背 就是各位老师大家好 然后我是谁谁 就非常顺利的 去把他那一堆东西说出来 是的 这个让人的感觉 就没有交流 对 没有交流感 你说的这个特别对 就是什么时候算是练好了呢 就是你在别人面前 感觉有交流感 是的 是说比如说 齐老师你好 然后我想给你介绍一下我自己 然后我是谁谁谁 然后我是什么专业的 然后到你这个公司 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氛围感和交流感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要背诵 那还有呢 第二个呢 还有第二个就是 我刚才说的控制时间 无论他说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还是做个一分钟自我介绍 你做个三分钟自我介绍 你要有个应对自容的 这样一个态度和方式方法 那这个是不是还是练习 还是练习 就是人其实不练习的话 你很难有一个生物中说 叮到了是吧 一分钟两分钟 然后都需要去提醒 还是练得多了以后 你自然就会有那个时间的感受 是的 那第三个坑呢 第三个坑呢 就是分离感的问题了 叫不悲不亢的状态 就是不要认为说 我低他一等 我是来应聘的 哎呀 失守我一份工作吧 我就不敢说 我又很害怕 这个状态就觉得 哎呀 那我怎么把工作任务交给你呢 我怎么能放心呢 你能不能顶得起来呀 还有一种的 那种存在像 哎呀 我也无所谓 反正我就是来了 我厉害 你这不要我 还有个事 就那种状态 他会认为 哎 你是不是不稳定啊 你是不是只是过来 哎 看一下状态呀 是不是不够诚心啊 那这样的状态都不好 我们只是要做到真实的自己 不悲不亢 好好陈述 认真对待 就可以了 就是真诚 对 而且人好多时候 交流的时候 对方是镜子 就是你特紧张 对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他可能也会 赶紧就紧张起来 你特卑微 感觉对方好像不压你一头 然后都对不起你 或者是人就害怕 是吧 而且现在这个氛围下边 然后人们也害怕 哎 你是不是这个心理健康方面 有一些什么疑虑呀 等等等等 也不用表现的太亢奋 是的 这有时候也会很吓人 是的 或者说展现出自己 哎呀 特别了不起 自以为是等等等等 还是那句话 就是真诚 不卑不亢 永远是最好的钥匙 是这样的 行 好 那我们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 通过面试 好 祝福大家 欢迎来到江多亚的100厂 直言访谈 你好 我是江多亚 致力为负一到五岁的 职商人提供精神力量 和解决方案 大家好 我是贤静 是一名入职11年的大学教师 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 之前我跟钱老师 在线下聊天的时候 我们聊到一个事情 很深刻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 在职场当中很痛苦 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人际关系的焦虑 你跟我聊过一个 很有意思的观点 就是如果在职场当中 跟上级相处有困难的话 有一定的可能 是受联生家庭的影响 这个是我的观察 这种所有的关系 这个能力的事呢 还是练出来的 有的人呢 从小到大 跟自己家里边的这种长辈 相处的就很融洽 你熟悉 并且能够驾驭 这种关系呢 在职场上面也一样 有的人能够见到一个领导 他就是很自在 就觉得小孩就是这就是我爸 就他不像说 哎呦我爸 然后怎么着 就是不自在 不舒适的感觉 你就会重新被唤起 长辈其实是类似于 你最早接触的权威的形象 你跟这个形象 算你们过往的经历里边 都没处好 所以你就不会了 而人有一种 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后群 你其实对于这种 垂直关系的相处 是有创伤的 当再遇到一个 类似这样的关系的人物的时候 权力距离又拉开了 你熟悉的感觉就又来了 会唤起你那种不健康的模式 我不知道我的算不算 我们家有三个小孩 我是老大 然后下面有弟弟妹妹 所以我一般是 不能有什么自己的情绪的 而且我要替我的爸妈妈 去照顾好我的弟弟妹妹 然后我时常会觉得 我跟我父母之间 是一种君臣的关系 他们给我发派任务 今天要送你妹妹上学 然后你弟弟出了什么事 你要帮他去处理 但是我很少向他们去寻求帮助 我记得小时候 有一件事是 我丢了钱 经过千辛万苦找到了 我才跟我的父母说 然后我爸爸就说 那是不是 如果你没有找到钱 你就不打算跟我们讲 我想了想 很有可能是这样 我好像养成的一个性格 就是我往往是一个 很好的下属 就是领导交给我的事情 我都会去干 但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一般都是自己憋着 然后一直憋 憋到最后 我觉得我受不了了我 我要离职了 然后等到我要离职的时候 我领导才觉得 天哪你受这么大委屈 或者说你居然遇到 这么多事 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但是我总潜意识地觉得 不会从他们那里 获得真正的支援 这就是双刃剑 其实这种所谓的君臣 也让你的领导 可能很喜欢你 因为你是执行力很强 很听话的员工 但是咱们说这个事的时候 就是两个方向 其实好多时候 人的成功可能是由 不幸福的原生家庭 所造就的 不幸福的原生家庭是什么 就他好多时候打压你 尤其这种中国式的教育 那这个有效 所以他重复被使用 尤其是前十年的职场里面 你有成功的欲望 你有狼性 你要去努力 你要去怎么怎么着 其实据我的观察 可能会帮助你的职场发展 你甚至可能会感恩 这样的父母 有一定程度上是的 就是我会觉得 比起同龄的这种职场人 我在跟上级相处的时候 会更快地建立信任 他们就会迅速地觉得 OK在同一批年轻人里面 然后Dora是那个 更懂得我想做什么的 已经被提前培训了 相当于你不用新员工入职 你已经是一个老员工 另一方面的话 还是要自己去 抚慰自己的心灵 好多人虽然很成功 但是没有一秒钟是快乐的 在另一方面的话 也要去多看书 多成长 多看这样的这个 成长型的博主的这个视频 去自我疗愈和成长 这是我 关注我们 敬江窝水 对关注我们 你知道那种非常完美的 西方式的家庭 是我们中式的环境里面 所不能承受的试错成本 我给你无限的爱 你想发展成什么样 发展成什么样 然后我去给你这种 宽松的教育 一方面我们没有得到过 所以不熟悉 不会弄 另一方面的话 在这种高度竞争化 残酷的社会里面 这些孩子可能最后就是废掉了 你能不能接受 就是成功和成人是两套教育 中国父母的爱往往是 纪律感很强的 然后西方式的 我们典型的想象是 它可能是缺少纪律感的 但是这有可能会培养出来一个 无法在社会竞争中获胜的废柴 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 西方的精英教育也很卷的 西方的精英教育非常的累 一点都不亚于这种 海淀鸡娃 那钱老师 那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 从原生家庭到你职业当中 你感觉到他对你的影响 肯定有啊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 贵城市长大的小孩 是哪里人来的 是在太原长大的 爸爸妈妈悉心培养 举全家之力的资源 去培养你的教育 你是独生女 独生女 请家教学奥数 而且我奥数学的还不错 但是过程中管得也非常的严格 就是那种典型的 中国式的教育的这种家庭 那当然你的身上就带着这种烙印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小孩 瞎玩不学习什么的 你就接受不了嘛 就是你内心 你当然没有说人家 都不是你自己的孩子 但是你看到了以后 就会觉得这可怎么办 所以你想象一下 就是你不熟悉的东西 你是没有办法去传递的 所以那个海淀鸡娃的这些家长们 好多自己都是从小一路 做提家起来 然后到了上了985的名校 爸爸妈妈可能也是这么培养他的 然后这一拨人 长成了职场中最卷的一帮人 自己卷自己 然后呢也会亲近所有去让孩子卷起来 这个我能理解 就并不是说 你自己无能 你还卷孩子 他不给你创造一些条件 让你去成长 他觉得坐不住 那在跟权威的相处的这方面呢 在权威的相处的方面也是一样的 我跟我爸可能他比较忙 我跟他交流的比较少 我从小是非常害怕他们的 基于这个的话 其实我是很怕领导的 也怕权威 就是我都这么大了 上这么多年班了 其实我看到领导们还是不自在的 我反而是不怕的 我会主动靠近他们 问他们需要什么 那你很厉害 因为我会觉得他们很需要我的帮助 因为你爸妈一直需要你 爸妈一直要求我 这个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你也觉得君臣了 那你的权力距离更高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给予的 对吧 你觉得不欠证 但是其实我在这个垂直关系里边 你想倾尽全力去培养你 你还是有这种权力距离和亏欠感的 觉得自己要努力 不然对不起 我已经打工还债了 然后这个转换到在职场上面 你跟领导还是很敬畏的 打心眼里的尊重 你是叫奴性吗 还是叫什么 就反正就是特别的敬畏权威 你的敬畏会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表现吗 就是很听话 能听明白他说的话 并且非常愿意听他们的教导 比如我跟学生开个组会 我就没有说那种忐忑的心情 跟领导说话 是有那个忐忑的心情的 他是自动化的 他没有经过你的认知处理 说我应不应该敬畏他 没有 就生成了一个这个敬畏感 但是咱们说这个呢 是为了归因 不是为了归罪 就是好多时候 说到原生家庭 除了让你心里翻江倒海以外 难过以外 没了 我们谈原生家庭 就是为了找到原因 让自己释怀 比如说 我不是因为我自己不好 就特怕领导呀 或者怎么着 我是由我一贯来讲 对这个能力的缺失的 就是我在我家里 没学会这个事 那就从一岁开始学 就像重新生了一遍一样 我们慢慢去习得这个能力 我当学生的时候 反正也没有什么利益相关 也不是你上司 然后我们可以跟老师聊 然后要是有那种 学校的座谈会 可以跟那系主任 院长去聊 就愿意去跟这种 更权威的人 练习一下直面对话 我记得之前 就跟我强调过 不是为了归罪原生家庭 而是为了帮你找到 自己特定的心理模式 你发现 原来我上校这个逻辑来的 但是这些模式 在后天都是可以被调整 和优化的 这就是改变自动化的过程 我们每个人长期 习得了一种心理行为 各种各样的 链条式的模式 你都没有经过想 直接就过来了 其实心理咨询也这个逻辑 它打破的是 你这个链条的模式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那在职场当中 比如说领导一直不找我 我可以一直做小透明吗 取决于你的职场诉求 有的人在职场里边 他就是觉得去上个班 他没有什么升职 加薪的这样一个诉求 那我觉得你可以透明 只要你最后找到一个 好的适合你的途径 都可以活下去 另外一种人 他其实对职场 是有非常大的诉求的 野心还在 那对于这一部分朋友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建议 做小透明的 职场里边非常大的 大忌就是透明 还是要有存在感 想起来之前我工作的时候 我领导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 就是其实他们做leader的 会给员工自动的分类 就可能开会 开个两三次 我看你的表现 和你平时的表达 他说我们大概就可以判断出来 你的能力水平 跟意愿水平 然后他说 其实他知道 有大部分人都会 想要去当一些 配跑的 或者说偏分母的那些人 他说那些没有问题 更好的机会 就是留给那些 往前凑的人 而且这部分人 其实并不多 所以说你不要 耻鱼去往前凑 因为现在的社会氛围 包括各种各样 好多视频 是吧